今天5月9號 今天主題是美中新關係 我們雖然是從中國經濟講起 最後要主要 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台灣的 角色 今天有三個主題剛講過 第一個要從貿易到開始講起 因為改變美中關係的開場 就是貿易 這樣的問題或者貿易協議的問題 第二個當然是最近的 尤其是今年1月中旬以來 疫情的問題 然後從中古武漢向中國全境擴散 最後在向右邊國家地區擴散 直到歐洲美国 再來 我們永遠關心的一個話就是 地緣政治風險 就是在 美中新關係之下的大國國裔 大國國裔中台灣的地位的分量的影響 再來 過去幾個月當中 有三天是同時在進行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個問題 就是要不要達成 達成以後習近平要不要來擺口線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 伊朗問題 就跟他講 如果美國跟伊朗在中東開戰的話 有報復跟防報復 真的打起來的話 中共要推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協議 就不簽了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後來因為伊朗跟美國就要打起來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解釋 先查過一件 所以中共才會在 在1月上學的時候 開個會 政治局常委會 決定 來簽 習近平 為什麼最後沒有來簽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這個事情 他決定成交 當成協議 可是又不來簽 親自來簽 這個是有拳擊的 原來後面的答案 12月都已經知道了武漢疫情 因為有武漢疫情才去簽這個協議 簽完了之後這個協議 沒有用 等一下要跟你們解釋 為什麼他不得不來簽 第三個問題 這個武漢疫情的問題 冠狀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簡稱新冠 新冠病毒 這個病毒怎麼來 南臺原的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 那個實驗室嗎 那個實驗室是人工合成的嗎 然後如果是人工合成的 不管實驗室 因為實驗室裡面做病毒的 雜交 移植 那個東西 本來不是問題 為什麼 美國不是有核子武器嗎 沒有拿出來丟 美國自己當然也有很多生物 那個 研究師 病毒研究師 人家沒有把病毒拿過來 或者意外洩漏也好 還是蓄意投放也好 就是你有一些 有風險的這個 東西的話 不見得會出事件 你現在是你自己出事件 當然有人就說 管理很差 這種 敏感度這麼高的東西 你在一個 國民素質跟 實驗室管理都有狀況的情況下 你坦白講風險很高 現在最好的解釋是說 大概實驗室出來的 大概才投不掉 所以呢 解釋就解釋成說是意外洩漏 不是純心 投放 那美國如果有海量證據 大量證據的話 就是要指向他 你是蓄意投放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告訴你 美國還不見得要說 拿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我如果發現 你有殺人的證據 證據確鑿 我如果一公布出來 那怎麼辦 我如果是警方 我公布出來 那怎麼辦 只好把你抓起來 我不能說證據已經確鑿了 我不理你 如果是發現 是蓄意投放的話 這個只能來自於 習近平的親自下令 如果是來自於習近平親自下令的話 那美國必須 表裁必須回應 那就幾乎等同宣戰 那如果 還不想宣戰 也不需要宣戰 那可能就會壓下 暫時壓下 所以即便有證據也不一定會 看出來 但是呢 現在的況下就是如果你是蓄意投放的話 你是意外洩漏的話 那就過世殺人 如果你是主動投放的 那就是 蓄意殺人 看到你是過世的 反正你現在人 問題是那麼多 川普都已經講了這個比 政治黨事變也沒有死那麼多人 二戰的期間大概美國也沒死那麼多人 就是說這個 受傷的程度相當也是一場戰爭 先讓我們看 表面上現在被行動不成為話題 從武漢疫情之後 報律下的部分就不成為話題 對不對 假裝在抗那個疫情 疫情到最中間差了一個油價 油價3月9號 然後到別 中3月9號 後來又差了一個4月份的 金燈跟消失 然後來5月初以來 金燈跟露臉以後 金燈跟那個話題 金燈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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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後再生意的話 他把他的信用用掉了 你懂嗎 這一次 你下次再玩這個的話 你這樣不理你 人家以為你真的有事嘛 影響公平啊 對不對 影響超級半導 你這樣玩一玩以後 突然間 付出 死去就活來 對不對 那以後你再玩玩看 這不是不理你了 而且玩得過了 那 即使也有可能說那個是腳 就是說踢身 如果是踢身的話 當然要正式宣布他死 就是說 將來要掌權的人 要接棒的人 可能還沒佈置好 叫踢身來頂一頂 過一陣子再正式宣布死了 如果是這樣玩的話 那當然 北韓的問題 超級半導臺問題 又會全土從來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這樣玩 如果是本頓的 那他以後就完 沒有人來 比他 好 現在我們先講這三件事情 我們談貿易協議 疫情一旦緩和之後 貿易協議的問題 貿易戰的問題 又要回來 所以川普已經在提到 說要加關稅 對不對 那貿易協議 等於是無法旅行 因為 發生疫情的關係 無法 這個造協議去走 那現在是這樣子 這個貿易協議基本上是中方做不到的實力 然後還要去簽 一開始就知道他是簽一個做不到 或者 事先就知道他沒辦法去 然後他還去簽 這樣怎麼樣 背景是這樣 然後呢 他有其他對手 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 很詭異的事 好 現在 那個1月15號 華盛頓白宮那邊 東鄉簽協議的時候 最大的看點是 你知道那個那一天 川普把200個 用我們的話講 大條仔 大莊甲找來 介紹這個是 花旗銀行的 執行長 那個是 吉義工的執行長 就是他的那個支持者 大條仔 把他找來 跟大家喊先一一介紹 光降花的半小 然後呢 中國代表團就躺在旁邊 看了半小時 然後他川普一直在跟誰 哈囉 跟誰 哈囉 講完了之後他才開始自食 這個冠景貿易協議再開始講一個前導文 在這整個過程中將近是半個小時 30分鐘到40分鐘 中國代表團在旁邊 罵站一樣 然後看川普一直 就算是整個儀式算開始了嘛 那川普先跟那個來賓 先含瀉一下 介紹一下 這個也算OK嘛 對不對 可是拖了半小時 這個鏡頭在少 這個川普提到誰 誰又 請來自意一下 整個儀式裡面 中間也少到一些中國代表團的鏡頭 最大的看點是人不在現場的人 有一個人不在現場 他還是最大看點 你們知道是誰嗎 整個儀式裡面 也少到中方代表團 比如說中國人民的那行長 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凱也在現場 當然首席代表 漁和在現場 對不對 這三個人都是 比較前面的看得到 鏡頭上的 可是整場最大的看點是人不在場的 習近平 習近平 決定簽協議 但是本人不親自來簽 看到沒有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川普上任以來 2017年1月就職以來 習近平作為中國的 國家領導人 國家主席 有沒有來過白宮 正式訪問 川普跟 習近平有沒有正式會談過 正式的訪問 答案是有 習近平有去美國 政治訪問 川普也有去北京 政治訪問 國事訪問 但是川普有沒有邀請習近平 到台工 在正式訪問的時候 來台工 政治辦 政治訪問 還是沒有 習近平有沒有去 美國訪問 中康可以把他解釋 這也算是一個領域 憂鬱 就是說 美國總統的私人莊園 在他的私人莊園 款待 但是那畢竟不是一個 官司正式的場合 不是白宮 不是那個 白宮東鄉 那個開記者會的那個地方 叫白宮東鄉 白宮東鄉開記者會 算是地球表面上 最高規格的那個記者會 你們知道主角 是誰 白宮東鄉開記者會 如果你看這一次的話 比如說美國總統在那邊 那個地方是接待來訪的 外國領導人的 開記者會的地方 比如說 俄國總理 比如日本首相 英國總理 英國首相 外國領導人來白宮做客 正式訪問 然後美國總統跟他一起來 出席記者會 那個場合叫白宮東鄉 在那個地方辦了記者會 最高規格不可能再超過 是一個台灣人 2017年7月的時候 為什麼 美國總統在以外 講台上 人多到 財政部長 商務部長 沒位子坐在底下 美國副總統代表參議院議長 美國眾議院議長 國會領袖 一致排排 我告訴你 將來就算蔡英國去白宮 政治房子 也沒這個規格 其他國家所有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去白宮開記者會的話 什麼德國 日本 英國 法國 法國總統來對不對 所有國家領導人來 就是跟川普 面對記者 蔡英國會降運 你說有沒有 可能有時候會站幾個人 但是像郭台銘那一次的話 副總統 做為參議院議長 然後眾議院議長 然後國會多數長領袖 少數長領袖 還有一個 威斯康辛州的州長 因為郭台銘要在那邊設長 還有部長級 好幾個部長級 財政部長 商務部長 關蓋雲集 就是美國出動 金屬能出動 全部出動的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就是郭台銘的場 郭台銘先講 講完之後 川普台正式出來 郭台銘講的時候川普沒有在場 是其他人站台 然後後來川普出來講的話 稱呼郭台銘叫什麼 叫Perry 他一直會叫Perry 然後實際上那個社長地點 是川普去看過以後 跟郭台銘推薦 郭台銘 社長地點 你有什麼建議 川普事先去看過那個場地 才跟郭台銘 推薦 就是匯斯康辛州那個社長地點 好 那這個地的位 裡面最大看的 習近平不太長 那我剛剛講 習近平跟川普的政治會談 有 但是沒有在白宮 所以如果 習近平只要有這個意願的話 他應該會想抓住這個機會 親自到白宮 那習近平有沒有到過白宮 有 歐巴馬的時候 習近平有來白宮過 就是歐巴馬當總統的時候 習近平有來白宮那個拜託 當然他因為他講的話沒有兌現 他當在白宮的時候他公開講 南海島礁不會軍事化 這是2015年的時候 兩月後就軍事化 然後習近平還講一句話 他說不會再用網路來竊取 商業機密 重要的機密包括軍事機密 一些軍火的資料 數據 對不對 可是當然後來大家都知道 說歸說嘛 照通嘛 照竊取 不過這是歐巴馬時期 所以川普上任以來 習近平 還沒有來白宮做正式的官司的拜託 訪問 如果抓住這個機會 來簽貿易協議 不是很好嗎 如果你是習近平那麼喜歡出風頭 那麼喜歡到處跑的人 你抓住這個正式場合來白宮 川普也接待你開記者會 然後雙方來正式簽協議 不是很好嗎 你知道這個協議簽得很不對的 總統去跟 副總理劉鶴去簽這個不對的 如果對等的話是川普跟習近平簽 不然的話 劉鶴去跟美方的 談判對手 貿易談判代表 萊克希澤賴海德 來簽 這才對等嘛 要嘛兩個主堂的代表簽嘛 中方代表是劉鶴 大家都知道 美方代表是誰 就是那個後來那個貿易談判代表 這個賴海哲 或者有時候辦成萊克希澤 平行嘛 你要嘛總統對 國家領導人對國家領導人簽嘛 就是川普跟習近平來簽嘛 要不然你要這樣的話就是 總統管理 兩個主堂代表簽嘛 我們在現場管理 雖然不是 但是總統去跟副總理簽 這是明顯不對的 然後川普還願意簽 即使說 即使北方 即使北方要的東西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我們是這個講背景 解決大看點 不在現場那個人 習近平不來跟川普簽 這個意思不對的 換句話說 他 不得不接受這個協議 可是呢 他又沒有 想要自己來簽 於是才派給會來 這個背景讓大家了解 這很重要 如果你 你決定成交達成協議 你絕對有理由來白宮親自跑一趟 然後來跟川普在白宮正式會面 記者會 全世界直播的記者會 你來簽有什麼問題 是這樣 好 大家就好 吉利民自己不來簽協議 然後不得不簽 派劉賀 整個儀式對他看著 好 一些媒體說 這個初步協議一簽下去 表示貿易在修兵 或者說停戰 我說這樣講 為什麼 請問關稅還沒有在課 關稅還在課 這樣怎麼叫貿易戰修兵 應該正確的說法是貿易戰不再升級 或者稍微反折 但是貿易戰還在打 就是暫時不再升級 暫時暫反 就是 並沒有完全頂我 關稅還在課 這樣怎麼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事情 整個事情這個地方要先交代 然後才能夠閒接到最近 後 將來疫情總會結束 雖然可能要多一點時間 疫情結束之後就回到國際政治的基本課程 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的一個 閒接點還是回到貿易戰 後來現在已經不止貿易戰 後面還有金融戰 後面還有地緣政治 這樣子 好 去年12月10號 習近平在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每年 大概每年一次吧 在12月年底的時候召開 經濟工作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習近平那個時候提出六吻 開頭就是吻就烈 最後要吻金了 吻了半丟 與此同時 12月10號 中方向美方提案 做貿易協議這樣子OK嗎 12月10號記好這個日子 然後呢 11號 記住有時差 13個小時的時差 川普就在推文上說 有可能達成 A big deal 一個 重大 協議 有可能達成一個big deal 可以我先講這麼一句話 11號 12號呢 他現在講這美東時間了 他在白宮 召開工作團隊會議 他的談判代表 第一輪是財政部長 梅魯欽跟那個誰 跟那個 經濟部門庫德洛 主導就是鴿派 就讓貿易協議派的鴿派 什麼叫貿易協議派 透過貿易談判 打成貿易協議來解決問題的這一派 我把它稱為貿易協議派 貿易協議派的話 先派各派上來 各派談到什麼時候不行 貿易戰 我們再把時間倒帶一下 美中貿易戰 爆發的日期 正式日期 是2018年 3月22號 星期四 川普宣布根據301調查 課 500億美元 中國產品的關稅 稅率是25% 這是第一波 2018年3月22號 時間被你簽拉的那個時候 兩天寫 然後呢 3月初 習近平取消任期 變成終身制 就是沒有任期限制 就是這個修憲取消 這個事情3月大概6號前後 3月初的時候 號稱上召開兩會 人大跟政協 兩會 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的任期制 或者國家主席 副主席 黃岐山的那個副主席 取消任期 這件事情 讓西方很達得那個反感 於是 3月22號 宣布課關稅 他有個程序要走 先宣布然後 開清單 然後接受企業投訴意見等等 最後的話才是 正式定交 他有個程序要走 但是宣布是3月20號 之前 前幾天 3月16號 你們的川普做了一件事 簽署 台灣旅行 我們聽過台灣旅行 美國的官員跟台灣的官員 可以正式備戰 這表示什麼意思 這表示雙方雖然沒有邦交 但是進入準 外交關係 官方跟官方可以對話 可以談事情 這是3月16號 2018年 我講18年 3月16號 然後幾天後 22號 星期四 川普宣布課關稅 第一批500億 500億要分成 341個 161 最後清單開出來是6月15號 走完程序生效 第1批341是當年7月6號生效 第2批141是當年8月23號生效 所以 貿易戰跟打台灣旅行同時進行 中間經過國防預算叫做國防授權法案 美軍跟台灣的國軍之間的合作 聯合遠席 軍售等等 更多的軍事部分 在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然後呢 2018年年底的時候 川普簽署 亞洲債保障倡議法案 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的核心位置 這是12月31號 這是 18年 然後接下來還有所謂台北法案 如果別的國家跟台灣斷交的話 美國可能要 有意見 可能會 找你麻煩之類的 這個我們加進去 我們幹嘛去看中共臉色 你要加入這個中共控制的國際組織的話不是要看他臉色嗎 何必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國際組織是美國主導的對不對 那我們加進去OK 沒問題 要懂嗎 我們不要說什麼國際組織都硬要擠進去 世衛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很明顯吧 已經被中共把持了 你去 硬起那個東西其實沒什麼必要 那美國現在是這樣 萬一不行 這個情況很糟的時候 美國會退出世衛組織 WHO 另外成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 可能 比如現在叫做WHO對不對 W是World 以後可能改成Global G GHO 變成Global 全球對不對 全球衛生組織也可以 總之是美國可以退出 退出以後 台灣加入新的 其他國家加入新的 所以美國可能會再招兵買買 萬一改造不了現在被中共 滲透跟控制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話 說不必要是美國就退出以後自己重組織 他現在已經怎麼樣 已經切斷資金 如果 現在要求是把譚德賽這些人全部辦掉 大陸網友講一句話 50運動的時候 說要請來德先生 跟賽先生 結果都沒來 來那個譚德賽 這個 古月初不是剛剛那個混資運動 101 這是在講到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那 你們知道其實還不止 那個世界貿易組織 最後還有聯合國 現在美國都準備推 就是美國在打台灣 越打越起勁 那這個背景 不得不補充一下背景 當美國跟中共和解的時候 1972年和解的時候 台灣的 這個 地緣政治地位 被壓抑 現在美國跟中共算是翻演 要對抗 所以呢 美國對付中共的時候 同時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規復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 所以你就明白為什麼貿易戰的時候 跟打台灣牌 同時進行 其實同時進行 我們提供美國 利益 我們提供美國 一些價值 現在算是 被 重新認可 那當時為什麼 當初為什麼美國要壓抑台灣 因為他要利用中共來 所謂聯中制蘇 要對付蘇聯 所以呢 把共產陣營拆解 一個蘇共一個中共 對不對 然後聯合中共對付蘇共 等到蘇聯解體之後 繼續觀察是不是還可以 死去國來 發現沒有了 蘇聯解體後 俄國的經濟 已經掉到全球排名的15名之外 現在的經濟種子 大概等同於中國的一個省 王東省 蘇聯 俄國的經濟已經完全對美國不構成威脅 俄國有軍事工業 俄國兩個一個軍事工業一個石油 能源 可能 軍火業能源業可能將來送 養一個毒品也我不知道但是那個就算了 俄國的經濟已經變成一個原物料獨島的經濟跟軍工業獨島的經濟 對美國完全不構成威脅 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開始回頭來對付中共 所以利用完中共現在就要來對付中共 然後 在這個過程中 跟中國打貿易戰 先在戰略理論上做修改 叫做把中國與俄國列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衛星 這個在2017年12月中旬 大概12月13號15號開始的時候 那個 出一個戰略 就是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National Security 國家安全 Strategy Report 這個 NS SR 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對不對 策略是Strategy 然後爆發Report 就是把中國跟俄國列為 但是注意 這個 態度轉變是明顯 但是美國人有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個叫做競爭 一個叫做對抗 競爭是competition 對抗是rival 就是我們是rival 對對對對抗 美國是說我給你 我給你是競爭者 戰略競爭者 但是不是戰略對抗國 現在是中共把它完成對抗 美國說我給你壓力 不等於我給你威脅 壓力跟威脅不同概念 競爭跟對抗不同概念 美國說我可以跟你競爭 我可以給你壓力 這個好像什麼 美國企業之間本來就是競爭跟壓力 你看美國那個 原來的電腦公司叫做compet 後來給HP詬病 企業跟企業之間本來就在搶市場 互相競爭有給 彼此給壓力 這正常 美國本來只是調出我們本來是 能戰時期的合作夥伴 現在改成什麼 競爭 我給你壓力這樣而已 結果老公 沒有這個概念 他直接把它翻 翻轉成什麼 競爭變成了對抗 壓力變成了威脅 所以美國到最後 越玩越火氣越大 我可能本來 應該是划你打20大板屁股 結果玩到最後變成100個大板 原來老公如果忍耐一下的話 可能被打20個大板就算了 屁股拍拍 還可以活 幹下來走路 竟然美國說怎麼這樣子 玩到現在的話變成打100個 100個打下去屁股爛掉了 沒辦法站起來走路 情況是這樣子 12月10號 中央提出 11號川普接到 12號召開工作團隊會議 所以第一階段是貿易協議派的 各派最先出來主導談判的對不對 財政部長跟 經濟部長叫庫德洛 然後什麼時候 這個團隊被換下來 2018年12月1號 阿根廷的川西會 川普當了習近平的面 說接下來的談判 由貿易談判代表 萊特希德主導 然後呢他的夥伴就是 貿易主任叫做 納瓦羅 這兩個叫強硬派 不是鷹派 鷹派 鷹派談不下去換 貿易協議派的鷹派 鷹派呢 談到去年的5月初 都談不下去了 第三梯隊出來 我在講裡面 第一個梯隊 是鷹派 貿易協議派的鷹派 鷹派先上來 談得好OK 談不好了怎麼辦 貿易協議派的鷹派上來 鷹派上來又不行了 這要怎麼派誰 第三個派叫做國家安全派 現在用主導國家安全的人來談貿易 用國家安全角度來思考 誰呢 就是當時的那個 國務卿龐貝奧 跟當時的 原來那個 後來被炒牛於那個 國家安全部位 郭頓 郭頓被炒牛於以後 他的角色扮成 副總統彭斯來 現在變成彭斯跟國務卿 這兩個人 就是 國家安全派 他已經是從政治軍事這些角度來思考 貿易問題的 經濟問題的 美中關係的問題 原來算是經濟問題貿易問題 或者科技問題 比如對戶華為 原來層次還比較低一點 經濟的貿易的 關稅的 科技的 金融的 這樣而已對不對 現在已經升級為 國家安全問題 雖然美中關係已經進入國家安全這個級別的對抗 提示認為是威脅 火氣越來越大 衝突越來越 嚴重 然後呢12號 兩個 那個談判梯隊 第一個梯隊各派叫誰 財政部長 梅魯欽跟 經濟顧問叫 富德洛 第二個梯隊是鷹派 貿易協議派的鷹派 這個鷹派比後面的鷹派還小了 後面那個國家安全拜託就大英拜 就是那個 萊特希澤跟 納瓦羅 第三個呢 現在 就是那個 副總統彭斯跟那個國務卿 這些 外加一個人 他不在那個編制裡面 他是那個哈德順研究所的中國政策 白方位 就是寫那個百年馬拉松的課本書的人 他是 川普的 中國政策顧問 川普會爭取他的意見 好川普跟身邊的 團隊 顧問 討論過以後 這是12號 12月12號 12月13號 我在講美容時間 12月13號 那個 先講北京這邊 北京這邊通知外媒記者 晚上9點 準備開記者會 準備開記者會 10點 還沒開 拖到11點 記者等兩小時 到11點 零四分才開記者會 在哪裡來 在國務院 五個副部長 一起出行 沒有副部長 五個副部長一起出行 宣布什麼 宣布達成協議 可是為什麼 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利用大家 快睡覺的時候 來宣布這個事情 你是不是怕老百姓知道在那邊 討論 對不對 追這個事情 還不是 為什麼 因為美東時間 12月13號 星期五 早上10點 川普經過內部討論 考慮過以後 決定 成交 10點鐘 告知重發 接受 成交 時差 11個小時 美東時間的早上10點 也就是北京時間的晚上10點 所以 川普信他出來以後 過來以後 記者會 國務院的記者會 還政治開 所以 表示 中方在等美方 最後派版 等川普最後派版 就是給個答覆 要成交還是不要成交 川普最後給出答案 給出答覆 成交 所以中方就立刻宣布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美方那邊已經在宣布了 美方時間早上對不對 白天早上已經在宣布了 包括貿易談判代表去參議院 跟參議員做簡報 包括白宮自己宣布 達成協議 我就這樣達成協議 然後來台東行者就達成協議 但是整個過程中中 中方沒有生 中方講這樣 一直到晚上 大家很奇怪 晚上11點 就是北京時間 晚上11點的時候 召開期者會宣布大成協議 中間的一些內容的話 美方有稍微透露一下 中方完全沒有透露 基本上只是宣布大成協議 這什麼意思 中方不是故意要拖延時間 到了晚上11點 現在開期者會不是 他在等川普給答覆 是這樣來的 所以媒體說你是不是故意要讓大家把這個新聞忽略過 不是 表示他在等川普給答覆 川普最後說OK 對不對 成交 來政治選 所以中方提案 然後川普 決定成交 表示什麼意思 你們可以講一下一個對照 去年2月28號 川普跟金正恩在核內會議 不是破局嗎 進去談了15分鐘以後就宣布破局 川普就直接走開 為什麼 川普說 協議不夠好 不簽 川普簽的一定是對美國好的實力才簽 這樣懂嗎 那什麼叫對美國好的協議 中國投降的協議才叫做好協議 所以 川普決定成交 表示這個協議從美國 川普的立場來講 夠好 可以了 可以成交 那其實川普不急得成交 我後面有 直接講到這裡 先跟你解釋 川普不急得成交為什麼 因為關稅打下去 中國經濟 雖然有 總衰 有下跌 對不對 但是呢 還不夠重 如果中國經濟再衰得更嚴重一點的話 那習近平更沒有籌碼 更急得要達這個協議 那時候川普還可以要到更好的條件 所以這個協議起碼 是讓川普覺得好可以 先舉一步先收割一下 就是協議必須夠好 好到川普覺得 可以了 可以先收割一下 換句話說 這個是中方投降的行為 相當於投降 你還堅持 這個堅持那個的話就沒有了 所以川普覺得 起碼可以接受 從川普的立場起碼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對中方來講 這是一個商權入國的協議 所以中方描述成什麼 新時代的 習近平不是喜歡講新時代嗎 新時代的南京條約 新時代的馬班條約 所以呢 劉鶴一千萬回來的時候 他現場沒有笑容 他川普後來有笑容 後來變成苦笑 你可以看那個鏡頭裡面 就看到 劉鶴從頭到尾 就是悶在那邊沒有笑容 達成協議應該是什麼 應該會有興奮 會覺得感動還是衝動 激動 照理說雙方鬥了半圈 達成協議的話 應該高興 你看 那個表情你再仔細看 然後川普本來是笑嘻嘻 到最後的話 你看那個表情也是苦笑 換句話說 這是對中方來講 是一個羞辱的 商權入國的協議 然後 不得不切 這裡有個插曲 中間12月20號 川普打電話給習近平 來簽來簽 川普要習近平來簽 習近平說好 還回 說好 又還回 再好 再還回 又是 習近平很增長 一度怎麼樣呢 一度在北京 拍一個習近平簽字的那個 影片 要留後帶去給川普看 說你川普在白宮簽 我在北京這邊簽 用那個什麼 居民空間來簽 這個影片最後都沒辦法 習近平非常增長 表示說這個協議 他簽下去的話 他有政治風險 他會被清算 將來黨內鬥爭會來 那個很明顯 商權入國的實力 最後呢 北方跟中方講 你要是不簽 我還有11招 哪11招 第1招 取消香港獨立關稅領域地位 第2招 奔台灣建交 第3招中共高官的海外 子女的海外 債庫全部重點 沒收 第4招 我說行了行了 不要講 然後就簽 11招講的3招 他來不簽 就是 美國逼中共簽 中共沒有辦法抗拒 不得不來簽 所以習近平決定簽 但是 親自不來 派劉鶴來 要懂沒有 然後劉鶴一回去以後 他得到一個綽號 叫做劉鴻章 他就是新時代的李鴻章 劉鴻章 商權入國的實力 這樣背景你們就明白了 不是奇怪 明明就對你很不利的協議 你還是硬是簽 現在明白了 因為後面有武漢疫情 1月15號簽的時候早就武漢疫情早就在大陸已經到了 因為有武漢疫情 所以根據貿易協議的第7章第6條第2款 出現不可抗逆的天然災害的時候 美工雙方重新收下 這叫例外條款 有合約當然就有例外條款 所以中共馬上要辦出這個 老美說 你這個怎麼叫天然災害 蓄意投放病毒 你要炸領保險會 做什麼意外事故 你如果存心去 去設計一個意外事故 準備領保險會 美方說你這個是蓄意投放 然後後來狀況就訪問 誰說的 這個病毒來源是美國 你們看到今天在講病毒來源是美國 然後論述兩個 一個是武漢軍人運動會很像我們講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美國去年下半年有流感 很多人死在流感 然後中方說那個其實不是流感 那個是新冠病毒 那個時候沒有意識到有新冠病毒這個事情 診斷錯誤 結果聽說加州有些人把兩個月前去世的事情 重新解脫 發現真的是 有少數有一股的流感 也不少 有一股的流感 患者 去世之後 屍體重新解脫 結果發現 是新冠病毒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流感都死了很多人 所以中方說 至少有很多案例其實新冠病毒不是流感 流感跟新冠病毒不一樣 那個病毒不一樣 剛才講 11號 川普首先透露有可能大同協物 12號 開內部工作 團隊會議 13號 宣布成江 20號打電話叫他來出 那習近平正打了後面 對我們那樣 好 你這樣看 這個裡面 2019年12月12號 川普的推文 川普的推文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big deal 很接近 打什麼一個重大交易 with China 這是他的推文 這邊都有 有著名時間 注意 他的 Logo是圓形的 如果你看到有荒形的話 那是假的 前陣子有那個荒形的 川普出來 講漫天號 對不對 注意喔 要附上時間 有些推文出來沒有時間 沒有附上時間 注意 是圓形的 然後聽說還最後加一個認證了 就是打勾 有這個他才是本尊的 正規的 官方版 如果你發現是 方形的 還是沒有打勾的 那個是 別人假冒的 好 這個12號 北東時間12號 這是晚上10點鐘 好 所以只有一個解釋 習近平這個協議 是不平等調約 新時代的南京調約 反彈調約 所以他不能 成為這個新時代的理工商 除了這個以外 沒有其他解釋 我剛剛已經說了 習近平還沒有被川普邀請 正式來做白宮 做訪問 如果有這個機會 他為什麼不來 對不對 他如果有這個政治的場合來簽協議 為什麼不來 怕 這個協議簽下去以後 政治上的 是個負債 以後有政治風險 他可能會被 被黨在政敵來攻擊 這樣看出來 你怎麼可以簽這種協議 都趕快簽 不得不成交 可是人不敢親自來簽 這個背景是這樣 所以最後一個解釋 這個協議對中方很不利 如果這個協議是中方大獲全證 還是很有利 你既馬是雙贏的話 那為什麼不來簽 以川普這麼敬意談判的人的話 他說不是好協議 他不簽 對不對 換句話說你不投降 我不簽 所以決定成交的話 被美方來講 當然是投算 川普三日以來 川普還沒有邀請習近平來白宮 正式訪問過 所以 有訪問過 是在佛羅里達東 川普的莊園別墅 他不是白宮 所以我說 這麼一個重大協議的達成 雙方承佔了那麼久的貿易戰 對不對 至少是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 你習近平來簽不是很好嗎 不敢 這個比較瞭解 中方提案 提的案要好到川普 覺得可以接 這樣懂嗎 是中方提案 然後美國 研究考慮 最後決定 就是12月10號左右 提案 11號宣布 可能要達成協議 他先透露一下 12號開會 白宮在開 這個工作團隊會議 這個新聞查得到了 這個沒問題12號 他內部先開會 討論一下中方的提案 美國要怎麼來 應對 考慮晚上以後 隔天 12月13號星期五 美東時間早上10點 川普說 同樣 接受 川普協議 這樣來 所以 肯定這個協議是好到川普覺得 可以了 可以先接受一下 若帶 鎖定某些成果 剩下的後門繼續談 這個協議裡面沒有談到 嚴格講也沒有談到 美國最關心的那個智慧才喊 切除的問題 農產品的採購這個有 某些東西有 就是某些東西先落袋 先送地 後面要繼續談 這個問題 這樣看 什麼叫好的協議 我說乾脆這樣講 中國投降的協議才叫好協議 如果中國還沒有投降 表示這個協議對美國還不夠 那川普不急 他12月20號要來簽 剛才講過了 這個都省掉了 講過了 毫無疑問只有一個品質 他不想成為歷史罪 其實整個更互相 12月20號 發生一點 12月21號 是川普對 俄羅斯 波羅的海的海底 管線 海底有個管線通到德國港口 各國要賣天然氣 有些是液化天然氣 從海底的管線直接送到德國港口 這個叫北溪二號工程 川普在21號制裁 工程停擺 俄羅斯很生氣 俄羅斯很說 我們幫你川普選上 你叫隊伍 真的 我再以後一次 上整理官的節目的時候 旁邊做了一個俄羅斯來的 在台灣的一個俄羅斯人 講過了是那邊的 劉寶傑的關鍵時刻 有一個俄羅斯人 來了那個 超理生 他會講通 他直接講 你川普當選不是我們俄國幫你嗎 你現在怎麼可以這樣對付 所以 普提座要報告 所以3月6號 跟沙烏地的協議 扣舉 油價暴跌 就是要對付美國業員 去年 19年 12月21號 川普處理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因為美國自己要把業員氣敗到歐洲 要搶俄羅斯的天然氣市場 美國的業員油是賣到亞洲 要搶沙烏地阿拉伯的市場 所以 最後沙烏地跟俄羅斯 聯合起來 把油價搞 搞崩 怎麼崩 兩個人吵架 那個是演的啦 就是兩個人要把油價打敗 都要對付美國 但是呢 不能真的對付美國 要加入美國來對付 所以兩個人 兩個人好像在吵架 摔 摔 其實他們是要修理 美國業員 兩個人吵架 這是21號 27號 頒布電視 12月27號 你們可以查得到新聞 中國 俄國 伊朗 在河普浙海峽附地 舉行聯合軍事有請 中方表明支持伊朗 你說這個 這個 不太有關係 而且跟台灣還有關係 27號的時候 中方表明支持伊朗 幫伊朗 這個大氣對不對 1月2號 就是1月1號新年休假 1月2號 在西方的話 就已經飛過上班了 有一架黑衣直升機叫不叫 就是參謀總長沈一明將軍 遇難那個事情 1月2號 結果那個事情出來以後 1月2號 AID降牌 這有點超過的 還沒完 美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 秘密將軍 公開 那個 治安 然後還庶民 美國國安部 蓋蓋美國國安部 我相信他是 他是個軍人 沒有川普政府的那個 統一還是受益的話 他不會這麼 這麼超過 這個法 因為 我們跟美國斷交以來 這是第一次 我們的那個直升機掉下來 1月2號 然後呢 秘密將軍做了公開表示 我剛剛說這個 我們自從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1979年1月1號 勝效以來 美國還沒有 這麼高規格的那個表態 告訴你還沒完 駐沖省美軍 我的網友從沖省傳過來 給我看 我的網友裡面分布世界各地 有巴西 有挪威 各地 還有人在莫斯科 然後呢 有人把 傳過來 駐沖省美軍 然後有一個美軍 2009年到2013年在沖省 有一個美軍 然後他 利用那個機會倒出來說 我們在沖省的美軍都知道我們防守的是誰 好 這個剛剛講背景 就是 駐日美軍 五萬四千人 一半的兵力 大約一半的兵力 日本本土四個大黨 另外一半的兵力 在沖省 黃索的對象 台灣 沒有明講 台灣其實納入美日安島 加上台灣專精 這個沒有明講 這個典故 是1996年 既然講到這裡 就不用按照這個次序 直接差不多 所以跟你講一下 台灣對美國的議員政治價值 大家都以為台灣牽制中國大陸 台灣牽制的最早 中國大陸還不構成威脅的時候 1995年 96年 95年就什麼事發生了 就是李登輝去康萊爾 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踏上美國流土 歷史上第一次 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李登輝後來就從紐約到 紐約上週 康萊爾大學 去演講 那個時候紐約的那個 華僑也可以 台僑也可以 台灣在紐約的人 很高興 從紐約華拉新那邊做台灣便當 送到紐約上週 以沙卡那邊 康萊爾大學 給台灣來的人 用餐 然後 大家覺得很遺憾 因為限制 你不能到 華盛國 也不能跟官方見面 你就是以校友身份為例的 康萊爾大學 換來給你講 但是 不得不知 這個地方 要差不多 中華民國的現任總統 跟美國的現任總統 不是現任總統 現任總統 有沒有正式會談官方 當然是YES 我最早知道這個事情有點刺青 是什麼 是楊德昌拍那個什麼 是孤領街還是富領街 富領街少年殺人之類 這個電影 其中有一幕 他們最從外面有個暴灘 暴灘外面 以前不是掛雜誌嗎 其中一幕 鏡頭慢慢掃到 掃到一個雜誌 叫新聞天地 菩薩霧辦的新聞天地 以前他在臨戴的雜誌 封面 就是 美國總統 跟中華民國總統 握什麼雜誌 大家跟你講 你可以搜尋 1960年 6月18號 美國現任總統 暗生好 從第七艦隊 坐直升機起飛 在松山機場下 老蔣總統 五星上將軍 親自迎接 為什麼 他們是二戰中 兩個五星上將 親自迎接 然後在松山機場 檢閱儀隊 然後進城 你們現在明白為什麼敦化 敦化路跟仁愛路 很寬 安全島 好像個小公園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迎賓大大 松山機場出來就敦化北路 一直到仁愛路口那邊轉到仁愛路 都到國民船房屋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台北市的就是這兩條路特別寬 安全島簡直像個小公園怎麼樣 那是迎賓大大 艾森豪進城 然後呢 在里車上 老蔣總統站在旁邊陪他 然後呢 兩邊都是那個 犯戶的群眾 然後艾森豪就這樣 好像在競選的時候 這樣 那個時候那個年代還沒有桃園機場 國際機場就是松山機場 然後呢 老蔣總統在現場迎接 握手 然後檢閱儀隊 然後呢進城 然後呢 那個 豪華麗車 兩個人站在那個草屋車上 像班中輩 美國總統 現任的 當時是現任的 不是退休後的 來中華民國台北 正式反應 所以 現任跟現任的總統 見得面 他們兩次會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1960年之前兩年發生什麼事 1958年發生什麼事 進門套戰 1960年的時候那一年的美國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總統辯論 第一次是1960年 然後呢 艾森豪的副總統代表共和黨 民主黨是誰呢 甘乃迪 最後甘乃迪顯勝 然後計程車司機聽兩個人的辯論 覺得米克森講得好 可是現場看的都知道 那個甘乃迪 帥哥 轟路邊邊 搶鏡頭 所以選票出來的結果真的是差一點點 像這一次川普跟那個希拉雷的 這一次總統大選對不對 川普的普選票 輸一百十萬票 選舉人票贏 還贏了不少 選舉人票贏 但是普選票是輸的 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概念 比如說加州跟紐約州 比如說還有德州 佛羅里大多 這些是人口大多對不對 那川普可能 輸一點點 不輸很多 我在加州紐約州 輸很多可以吧 你希拉雷再怎麼贏 就是那麼多選舉人票 然後呢我的票到 中西部內陸 每個州贏 一個百萬元 每個州贏一下 然後那個選舉人票 就歸川普 對不對 所以最後選舉人票算你呢 所以這樣排行會不會不平均 不平均 你比如說我49 你51 我還是可以贏你為什麼 因為我在大的那個選舉人票 我輸你很多可以吧 我把票 集中在其他地方贏 你贏你贏 我贏 然後我在那個大州裡面輸你很多 所以總票數你是贏的 51比49 但是選舉人票我贏你 川普完了 因為美國是根據選舉人票 你贏了這一州的話 這一州的選舉人票就會贏 換成台灣的話 我們每個縣市 談選舉人票 比如說 新北市人多對不對 選舉人票多 那澎湖 還是台東花蓮人少的話 他的選舉人票賛 然後你一個縣市一個縣市打 你贏了新北市 新北市的選舉人票 你不要紛揮 我們如果模仿美國 我們不是啦 我們還是算總票數 那美國是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州去比 誰輸誰贏 這樣子 這個就是歷史定的 當年 當年的那個警車 當年的那個老長總統穿軍裝 迎接那個 已經是穿了那個 他卸下服 軍職以後 去我的母校 俄倫比亞大學 當年校長 從文職再出來選 就是文官過水一下 所以他後來都穿西裝對不對 他原來是古星上下 就是諾曼迪登陸軍他領導 他組長那個 歐洲戰場的那個古星上下 還是呢 進 進來 然後兩邊的話就是 今天 這個鏡頭 我把它比喻什麼 黑社會大哥巡視地盤 對不對 你那個湯主就把 底下的人 摳出來對不對 現在老大來巡了對不對 這樣子 這個是歷史鏡頭 12月27號 中俄伊朗 在荷姆斯海峽演習 然後呢 1月2號 我們的那個直升機掉下來 然後我剛說 那個 美國的反應 超過 你們知道這個超過是什麼意義嗎 我剛講 AIT這樣扮行 參謀所長聯席會議公開表態 還庶明美國國防部 駐衝者美軍這樣扮行 我說那個是 其實駐衝者美軍就是 走台灣對不對 然後 公祭的那一天 AIT處長率領美國人員 AIT處長的後面正後方那個人 穿西裝 那個是現役的美國嘴角 現役軍人 不過他沒有穿軍裝 他穿西裝 參加攻擊 這都史無間歷 這都規格都超過 這個規格只有一個意義 美軍把國軍當作盟軍 這是盟軍規格 要聽到嗎 這是盟軍規格 比如說英軍跟美軍聯合作戰 如果英軍的降臨 遇難的話 美軍就這樣 盟軍規格 先跟你們講 那個直升機 我後來講 我後來在臉書上講 被狀況幹掉 是黑盒子出來以後被解讀完之後 媒體上說 第一個那個黑盒子的解讀 可以證明說他不是機械部長 他不是天候不穩定 所以直升人為 操作不當 問題是那個駕駛操作那個機 那一款直升機已經很久了 不然是很熟練的操作 不會有任何操作 的問題 所以最後一個可能 就是那一架直升機 被遠端遙控 所以往下載 我就說做夢幹 然後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被國防部約了 沒有看你 哪個國防部呢 就是大使那邊北安路 重死路那邊 那個皇伴就是國防部 對不對 重死路那邊的第2個門口 他就進去 然後最後的人跟我約會 他說 他說合作 喔那開課程很好 不是開課 那我不知道合作什麼 他說比起連看 比起連看幹嘛 他說我們想知道你的情報來源 我只能講 我忙 如果是 我想到一個人 隱形中 足距線的面也都不見了 第一個 我當時想 第一個 給我歪打正常 給我講 如果我講的不對的話幹嘛 這麼麻煩 那是不提出來 如果是中共那邊 透過國防的人 要來了解我們的情報來源 那表示他們要把他們的情報落空 如果我讀起來 另外一個可能是我方的人員 不是中共那邊的交代姿勢 是我方這邊的人想要知道 我怎麼知道 不管兩個情況 一個是有中共指令 一個是沒有 如果是我方的話 那我當然樂意跟我方的人配 萬一是老公妹妹的話 我就開始皮皮抓 因為說不定 想把我滅口 所以我進去之前 我跟他說 我怎麼知道你是軍方 他就原來古皇宮 我給他 給我地址 他來我說 我不做白宮 我不是熱北竿 我四孔一場通告 你要給我通告 一場通告 一個小時的節目 是3000塊 他說多少 就3000 當作出一場通告 講個兩個半小時 兩個都懂 所以我一再到那邊以後 他馬上數三張給我 我收好以後才開始 我沒有變你的真正 然後原理是這樣 美國人自己知道 原端要放飛機 因為他們幹掉的一樣東西 馬來西亞那個馬航三七里 你知道嗎 馬航三七里的故事也沒有 我們都知道 有兩件事情跟你講 一個是馬航三七里 另外一個是美國當時 打男士拉伍的時候 不是把中國的駐男士拉伍大手把炸 有沒有 然後克里逗出來說 地骨沒有翻修 物詐 把崧維 這樣子 然後老公就叫學生 拿著雞蛋那個翻卷丟一下 丟一下 雙方都知道那什麼事 可是都不能講 一個是那個是1999的樣子 克里逗時代的後勤 另外一個 那個是中國 炸男士拉伍 美國炸的 南士拉伍大使館 中國的南士拉伍 南士拉伍當那個大使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馬航三七里 全部是美洲關係 我先跟你講前面這個例子 美國要打南士拉伍的時候 南士拉伍的時候 雖然叫塞爾維亞對不對 被切掉的時候 就問老公 老公 我在那邊搬來救一下嗎 有沒有什麼辦法幫個忙 老公就派人到旁邊是義大利 義大利的美金基地附近 租個房子 開始天空 飛機起飛以後 讓他飛多 10分鐘 還是12分鐘 就會到那個 巴根半島 南士拉伍 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廢彈防御系統 沒有 所以用人工的 飛機起飛了 打過去 然後 你知道怎麼樣嗎 對方數時間 差不多時間到了時候 陸地上的大炮開始 往空中亂打 紅台的時候 要是不是有給他打下去 那一隻 隱形戰績 來自拉伍跟老公說 剛才你看看 你看 老公八個專家派了七個來 一件金 好東西 隱形戰績的土量 他回去那個逆向工程研究者機 所以裝了幾個箱子 從 這個是 南士拉伍大福 不是那個 對 南士拉伍大福 因為跟那個馬行的其實很類似 好 然後 然後呢 美軍呢 那個 儀器還在花出電桌 美軍知道那個東西在中國大使館 還懂嗎 馬上去調出那個建築的藍殼 發現好像是五層樓 有地下室 所以估計東西放在地下室 美軍馬上發射那個精靈導彈 就是 穿透一層爆炸 穿透一層爆炸 精靈那個擋彈 打下去 準備把他摧毀 他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一樓以後應該貫穿到地下室來爆炸 那一樓以後爆炸 結果地下室的東西沒有損害 老公趕快運了 所以中共的那個隱形戰績的塗料 延發縮短10年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當場不是死了三個人 號稱是記者 其實記者都是特工 特務 就是那個情報工作人員 他們在花港 所以美國說 真的 那個電工 總共說 哎呀記者在發口 其實是屋頂有個碟形天線 送發訊號 你看那個碟形天線 恍乎是多了一層樓 他飛彈打下去的時候 感覺多了一層 所以應該到地下是V1爆炸 然後到一樓就已經穿過幾層都算好了 所以到一樓以後爆炸 地下室的東西都沒有被損害的 因為 那個東西是隱形戰績的塗料 美方知道 中方知道 可是大家要走過場 行以路易 一邊道歉一邊抗議 再烏克蘭 再烏克蘭 2014年就是太陽化區 上班的那個時候 烏克蘭東邊不是跟俄羅斯有軍事中毒嗎 美國派無人機 政策 被烏克蘭 不曉得又打下一架 烏克蘭就是賣遼寧號那個 他們那個空殼子給中華大陸的回家 跟他講 剛才那樣看看 一看好東西 裝箱 從烏克蘭到馬來西亞 從馬來西亞準備回北京 要懂嗎 可是那個飛機上面 美國特工艇上去了 飛機搖空一起飛以後 往西到 印度洋那邊有個美國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島 一個導致美國的軍事機率 飛機下來 美國特工人員下來 攻擊 下來 重新加油 起飛 直接到 海裡 如果被打下來的話 那個碎片啊幹嘛 一定知道被發現 到目前為止總量飛機不見了吧 在海底下 所以美國很了解 飛機搖空的這個技術 那個把航配上來以後被 一端搖空 方向被切到另外一個地方 美國當然知道對不對 所以才會高規格來反應 我們的參考總長遇難這個事情 所以我從美國的高規格反應 推推測美國一定知道事情 就是中國幹的 所以呢 美國高規格反應 然後呢 我就大膽的這樣寫 結果 國安不要越南我就說 沒有被我講到 不然不用這麼大費周光 先跟你後來講 那個直升機原來是誰要做的 蔡英文 那個直升機 黑直升機本來蔡英文 然後呢 報紙說他是因為去 慰勞官兵 因為過年 今年 慰勞官兵 搞人做福利的做人事的那個制裁事才做的 你知道他 上面死的人帶來 情報作戰 後勤通訊 全部都是作戰編制的人 那不是去為 虛弱軍 他是要到蘇澳以後 再從蘇澳到那個雷達基地 去視察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美軍跟國軍要進行 聯合軍事 參謀總長帶戰鬥編制的 那個水準 去視察 因為他 然後蔡英文臨時改行程 所以參謀總長直接去 後來 出事以後蔡英文就把那個行程 補完 美軍跟國軍要做聯合軍事演習 然後我們把他打下來 你懂嗎 為什麼講這東西 因為這東西跟他報議協議 隔天 1月3號 川普在佛羅里 看一個宣傳會 中間電話進來 他去接電話 接完電話以後 然後幫什麼 就是這樣 以伊朗的軍事強人 叫做蘇萊曼尼將軍 在佛羅里長被無人機 斬首行動 川普給了 OK 讓一等給一等 為什麼 這個事情是這樣 美國軍方向總統提案的時候 從小布希到歐巴馬 就一直把蘇萊曼尼 列為恐怖分子要對付的對象 因為他是聯合國公佈的 恐怖分子名單的 千幾名 明列前往的 恐怖分子 美國把他幹掉完全 有正常性 但是 軍方把他列為後補第一案 A案B案 前面的A案B案 就是說 比如說打擊這個打擊那個 因為你把蘇萊曼尼幹掉的話 等同於跟伊朗開戰 因為他那個 除了那個宗教領袖以外 蘇萊曼尼其實是私子領袖 軍事強人 如果你把他幹掉的話 等同於你把北韓的競爭跟幹掉 類似這種意思 他當然跟你開 會開戰 民選總統通常不想把事情惹大 對不對 所以他就 都選A案或我們E案 選一個 這一次川普直接選 破補第一案 幹掉出來嗎 很清楚嗎 你幹掉我的小弟的參謀總長 我幹掉你的小弟的參謀 我相信我認為一個時間在後 川普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已經知道我們的省下目的 我們是1月2號 他1月3號 然後呢 參謀總長會出來發表這個 公開的這個治癌對不對 絕對得到川普政府的同意 不然一個軍方不會做這麼大的工作 所以我們 我們合理評判 川普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已經知道我們的參謀總長 他們也知道中共幹的 所以呢 就社局把那個蘇萊曼魯蟲 敘利亞騙到巴克蘭 無人機幹掉 無人機在通通盤旋了兩個小時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廢機不停兩小時 不是特員 然後呢 人臉辨識交差比對 這個人有沒有坐上哪一條車 來一部車 車號變號多少 全程監控 然後呢 我們看到的影片 是 電腦上的影片 操作是在美國 內華達州軍方的一個電腦上操作 然後呢 車隊出來的時候 第一輛 那個打中了對不對 第二輛打中了 第三輛跑 就很像廚房 看到蟑螂 踩他的時候 他開始跑對不對 結果呢 第三輛翻過來 變軌 就是整個在 電腦上面 他不是空中拍的 他就是電腦上面的 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 下哪指令 然後呢 無人機接到指令 然後呢 發射飛彈 飛彈飛行大概要10秒多 飛行這樣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5G重要 高速傳輸 5G是軍方用的 你知道為什麼美國要打華為 打那個力量 已經到了 我講好像 不太近 不盡情理 對不對 因為5G是軍事 將來航空母艦跟陸上基地 航空母艦跟戰鬥機 的聯繫 全都是5G 高速傳輸 高速那個 回 戰鬥機在上面 政策到什麼情況 後送 然後呢 貨王決定說 你第一下打誰 第2下打誰 第3下打誰 任務公開 全部都是 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 所以5G的東西不能給花了 這四官美國的安全問題 原因在這裡 好 所以1月3號 然後呢 伊朗說 要報復 OK啦 對不對 美國說 還報復 美國馬上兩艘航母派過去 特種部隊派過去 海軍陸戰隊派過去 突擊隊派過去 美國擺出 你報復 你報復我就還報復 北京就開始等 打起來以後 美國的 注意力 整個軍力被調到 中東地區 就不能對中東集中權力打 然後就等這個 1月3號 然後呢 4號 5號 伊朗背叛中共 透過駐瑞士的領事館跟美國打招呼 我要在蘇萊曼尼將軍遇難的 凌晨1點15分 對伊朗的基地發射飛彈 你準備一下 美國馬上把人跟裝備調開 再跑道上留一架位機給他做業績 然後伊朗就宣布 我們有報復的 交差點 然後宣布 美軍死了80分 馬上川普出來說 美軍死0個 沒有人死 所以我們就在把事情升高 死云傳不了了 他有報復 我們就讓他報復演一場戲 本來伊朗 應該是跟中共配合好 把美軍引到中東地區去 幫中共解圍 結果沒有 沒有開戰 沒有開戰以後 1月7號 習近平在後來解釋 他有在處理武漢疫情的時候 透露一個恐怖 就是1月7號有開政治局常委會議 請問你 只有中共知道有武漢疫情 那個時候 媒體還沒公開 那個時候 1月上旬的時候 最熱門的話題就是 1月15號要簽貿易協議 中方要不要接受 要不要簽 派誰來簽 這是重要的話題 當時的話題 當時誰知道武漢疫情 沒有 所以合理推測 政治局常委會議 決定貿易協議 接不接受 要不要來簽的一個會議 最後決定了以後 1月7號 1月9號宣布 1月13號派如何來簽 因為大家還擔心 他不接受 不簽你知道嗎 到底簽不簽 不太清楚 不清楚對不對 最後決定要來簽 1月9號宣布 1月13號以後到 出發 後來15號 在美東簽 你就看時間 1月7號 政治局常委會議 1月9號宣布 派魅惑來簽 長江再來簽 派魅惑來 習近平自己不來 1月13號 然後呢 1月13號 以後來 來美東 然後呢 去買公簽 簽協議 所以 伊朗跟美國沒有開戰 習近平才決定 好啦 沒辦法了 對不對 來簽協議 可是沒想到 後面還有一張 叫做武漢疫情 就是貿易戰逼出了病毒戰 中方即使用病毒戰來迎戰貿易戰 為什麼 貿易戰下來 中國經濟不就受重傷嗎 習近平是完全執政 要完全負責 經濟搞那麼糟 對美關係搞那麼糟 可是現在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封城 封城隔離 對嗎 生產跟那個消費全部停擺 經濟的壞 哪一部分是因為武漢疫情 哪一部分是因為貿易戰處理不到 那國美情這個 用病毒戰把那個 貿易戰的問題蓋掉 你現在怎麼知道這個經濟不好是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部分是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哪一部分是因為武漢疫情的關係 就要講過病毒 結果呢現在大家發現 你這個病毒戰 太過分了 要追究 全球來追究這個責任要索賠 對不對 所以下一步什麼 怎麼要把武漢疫情這個問題蓋掉 所以北韓 南海 甚至台灣 軍事衝突一出來就是開戰了以後 他就把那個 白部分是因為 那個武漢疫情 還不會是因為 貿易戰 就是用後面蓋掉前面 你知道 你噴到危機的時候怎麼處理 搞一個更大的危機 把前面蓋掉 不然你做病毒 他如果不搞病毒戰的時候 大家說中國經濟搞壞了都是李習近平 處理不當 跟美國鬧翻了 好了現在一個武漢疫情出來大家不得不隔離 公公律書停擺 工廠沒有開工 企業沒有上班 為了疫情 隔離 結果經濟不好的話當然 可是沒有辦法壞起貿易大處理 現在大家對於疫情 說你可能是蓄意投放 那嚴重了 就是要迴反 還人類罪 剛過戰犯來攻城 賠償的金額 像美國喊20兆 對不對 英國喊6.5兆 還有一個印度報喊多少兆 我們全部加起來反正可能上100兆 中國的GDP也不過就是3兆美元 外費儲備不過3兆美元 持有的美國公債不過1兆美元 現在是 100兆在喊 100兆在喊 根本賠不良 沒辦法賠 如果你可以賠的話 我告訴你加碼到底賠不良 就是要你賠不良 那快你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只剩一段了 你現在這樣搞的話 等同宣戰 因為美國對中國宣戰 也不會把資產全部凍結 老公發現 跟開戰一樣 所以接下來 在什麼地方搞一個軍事衝突 就是說 局部戰爭好了 局部戰爭好了 雖然不一定搞到核子戰 搞個局部戰爭 說不定就把疫情的問題蓋掉了 他用病毒戰蓋掉貿易戰 可能要用軍事衝突來蓋掉這個疫情 中方的算盤私底下希望 伊朗跟美國開戰 把美國的助力轉移到 中共地區 那中國在貿易戰所受的壓力 可以減輕 然後打算推遲 貿易協議的協議 說要簽 但是以來伊朗跟美國開戰以後 中方就可以宣布推遲 推遲就是 意思就是再說啦 我們俗話講說 再說啦 這樣子 那他是這樣 結果伊朗沒有開戰 什麼 伊朗 是 沒有配合 中共的劇本演出 這個似從什麼似從被犯 我告訴你伊朗早就被犯中共 孟晚舟 美國為什麼有證據來抓孟晚舟 伊朗把孟晚舟簽名的文件交給美國 兩個人背叛 一個是伊朗 一個是 匯豐銀行 加上的匯豐銀行 為什麼 匯豐銀行 因為幫 中國行券 已經被 美國 政府罰款 罰了19億美金 然後派人進駐監 所以呢 孟晚舟的行程 是匯豐銀行告訴你 美方還是到那個 前年12月1號對不對 他從香港 飛溫哥華對不對 然後在溫哥華本來要飛墨西哥 被南下 美國怎麼知道他的行程 匯豐銀行 然後來伊朗 就是 加拿大為什麼可以抓 如果你犯了罪 沒有 違背加拿大的法律 加拿大不會配合引渡 就是你的 你的罪 你的犯的罪也是加拿大 也是犯法 從加拿大的角度來講 你也是犯法 這樣我就可以答應你的引渡 把他抓起來 那 美國說你違背我的 我對伊朗的禁運對不對 加拿大說我沒有對他禁運 是你美國對他禁運 所以怎麼辦 原來孟晚舟 違的法是金融炸金 金融炸金的話 對加拿大來說這個也是犯法 就可以抓 如果只是說你違背我的伊朗禁令 把美國 廠商做的電腦去買了以後 去轉賣給伊朗對不對 這個是違背美方的禁令 美方要算這個賬 但是 你不能拿這個理由 去叫加拿大把他抓起來 所以 政治的理由是金融炸金 金融炸金的文件 伊朗禁運動 會紅伊朗禁運動 加拿大一看 合理合法對不對 所以馬上 抓起來是這樣子 所以伊朗到底出賣 可是伊朗為什麼要跟台灣 台灣 因為伊朗被美國制裁以後 很多物資必須中方供應 他不能跟中方失控 可是有時候要配合演出力量 但是不能真的跟美國 鬧翻 真的跟美國鬧翻了真的開戰 伊朗不能跟美國鬧翻 可是要假裝跟美國在那邊對抗 然後來台灣老闆 你看我在幹活 我在做事 我在做事 伊朗要跟中 要跟中方 我還沒力氣做事 可是 不能真的打 伊朗沒有本錢跟美國 開戰 可是他要說我要報復 跟美國 抄襲起來 OK 把一架飛機放在寶寶上給他 所以沒有人 沒有重量的這個設備 破壞 然後接下來1月2號都講過了 盟軍規格 這是盟軍規格 美軍把台灣的國軍當作是盟軍 其實那個時候在安排一個聯合軍事演習 根據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美國跟台灣的軍事聯繫 上升了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刺殺蘇萊犯人是軍方提的後補第一案 這一次川普直接跳過前面的什麼ARBI 直接選後補第一案 直接幹掉 我相信川普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我相信川普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當然已經知道 我們的參謀通人是伊朗 他在幫你 你中共把我的 小弟的參謀通人幹掉 對不對 我把你的小弟的參謀通人幹掉 其實伊朗的損失更大 因為那個人對伊朗的分量更大 我們的這個沈將軍 是跟美國的對口 單位 我們買了很多軍控 尤其是空軍 尤其是飛機 我們的那個F-16V 那個 談判 都是跟沈將軍去 主導的 所以我們現在從美國買到一些最新的戰鬥機 現在 我們那個戰鬥機是F-16V V是毒手的意思 那個是 把我們的AV款去換裝 將來有些是直接做什麼 直接製造F-16V 但是我們現有的那個F-16AV款 升級 升級的話包括什麼 包括很多東西 比如外面的話 塗上隱形的那個 戰機的那個塗料 這個隱形戰機是什麼呢 就是F-35的塗料 F-35是目前地表上最強的戰鬥機 它 垂直起跳 它是垂直起跳 然後呢隱形 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以色列 這個 飛機進去 敘利亞 到大法式 鎖部大法式 旁邊有機場對不對 機場有 伊朗的那個部隊 以色列的飛機 F-35進去 然後把伊朗的飛機 幹掉了 一架都沒事 因為F-35 雷達偵測不到 沒有座標任何發射 對 伊朗就跟老公說 你有什麼 有什麼保守 老公跟他說 我有一套雷達系統 可以正面車到隱形戰機 我靠 伊朗把它買一套 然後美國這次叫伊朗 你這一次用F-35進去 因為你F-35的話 肯定 理論上就應該被引行 看不到 用F-36進去 結果以色列F-36進去以後 幹掉了 新買的雷達幹掉了 回來 一下都沒事 證明老公給的那個雷達 是玩具 為什麼F-36 因為美國賣台灣的是F-36 現在要了解 如果中共的雷達 真的能夠偵測到F-36的話 那麼美國在東海這個地帶 如果跟 或者台灣這個地帶 東海台海談談 跟中共的那個戰鬥機有 對抗的話 那我們要去預估一下 中方的雷達是不是可以偵測到F-36 為了台灣叫伊斯利幫台銷屬進去打 伊斯利進去打以後 幹掉了 對不對 全數安全回來 所以才證明 老公給伊勒們那個雷達系統 這完全是這樣的 那我們的F-36 美國賣的給我們是AB 在強出版 賣給以色列跟日本的 CD款 CD款就是攻擊型 AB款是防守型 然後這個 更難的點故 1996不是號稱台海歸彈黑金嗎 老公對台灣周邊發射 等於說他六顆會來發射上顆 一顆在新竹外來 一顆在高雄外來 第三顆落點在哪裡給你猜 在基隆跟石原島的中間 就是沖繩群島的最南端也叫石原島 對不對 在基隆跟他的中間 意思就是警告出日本軍力 你如果南端南下支援台灣的話 我解放軍的衛戰 這樣在哪裡 台海會這樣人意的時候 美國現役空軍 飛行員 在德州幫你退 指揮台中性別港 萬一陣要打 美軍開賣給台灣的F-16 自己打 可是 那不是說AP款嗎 對 他們帶著升級軟體 賣給台灣的以後 升級軟體upgrade 對不對 然後上去打 當然後來沒有這個必要 對不對 可是萬一 萬一真的有個投資要打的話 美軍開賣給台灣的 戰鬥機 當然他們會帶著 有些東西可能功能索碼 對不對 解碼 你知道嗎 有些功能可能索碼 剛說他們兩個還要解碼 對不對 所以 差不多一下 就是 我們台灣的統合變入裡面 有些獨派的話就怕統派 你們都會把美國賣給我們的軍火的數據 送給對岸 你給點 打掌的錢 這種招數能夠 把美國盤住嗎 美國沒招嗎 美國賣台灣的軍火可能會有些功能索碼 真有事的時候才告訴你密碼是誰 他可能會自己來操作 帶著升級軟體 所以 現在美國賣台灣的為什麼都頂級貨 以前可能是清倉 對不對 現在為什麼都頂級貨 美軍自己要用哪一條 美軍自己要用 然後你台灣先 買好放著 到時候是我自己要用 當然是有考的給你 現在賣給台灣的那個戰鬥機 是現在地表上最強的 不是戰鬥機 那個裝甲車 坦克 那個坦克現在是地表上最強的坦克 用來 比如說用來應付 萬一共軍搶攤登陸的話 在那個可能的登陸地點那邊 步伐 那個坦克是 算是最強 就算地表上最強 地表上最強的戰鬥機就是F-35 那個太貴了 我們是沒錢買的 F-22也買不起 F-18也不太合適 最後決定F-16改裝 你改裝的部分是改裝現有的喔 將來還要新買66架 原來是150架可能有一幾架 140幾架 再買個66架 總共會湊成200架 那這個改裝的工程 就給你們的漢翔 在那邊做 然後呢 將來全世界各地的F-16 不管是AV款 CD款 要升級成F-16V 全部來台灣 那因為當年那個F-16V 我們有交錢 就是研發經費 我們有出錢 所以將來的話 我們會有卡密訊可以抽 卡密訊可以抽 就是 全世界到3000多架 F-16V 來一架一架來台灣改裝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抽一點用金 就說美軍既然賣給台灣的 好大花錢就很一樣 就是 現在 給台灣的是 價格給後裏 像是點提貨給 為什麼 就說明它是你會用 然後美軍賣台灣的軍 有些沒有移交 就是還在美方那邊 他說你不會按你 我聽你按你 然後 那個 AID新館對不對 那個內部就有AID新館 然後一開始吵什麼話 美國說派陸戰隊來站鋼 老公說不行啊 不然穿便骨 穿便骨站鋼 不是一度在吵這個嗎 我記不記得 然後後來又穿軍骨 他說十來個人沒有什麼 我先告訴你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AID新館 就是預防精靈炸彈 穿透以後爆炸 穿透以後爆炸 那個AID新館 在施工期間 我最沒講一件事 在施工期間 有一陣子 它是全部美國工人 不是找台灣工人 美國進口工人 美國人在蓋的 不是台灣的工人蓋的 結果中間有一肚子 停工 停工 為什麼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 幫人 幾年前不是美國 國防法實在不是有一陣子 吵到 預防不過 聯邦政府 關門 聯邦政府關門 他這個AID 內 那個新館的建築 就停工 什麼 表示那個是國會撥款 國會撥款在海外 只有一種情況 這是什麼情況 國會撥款在海外蓋建築 只有一個什麼 軍事建築 AID內部新館是軍事建築 就是 萬一 有事的話 我們的總統還是重要官員 資本內部新館 必要是 Why not 對吧 好 現在跟你們講 美軍正規人員穿軍裝的 早就在AID內部新館的下面 那個是軍事組繪中 早就在那邊工作 然後呢 賣給我們的軍火 他的顧問人員就知道我們怎麼用 怎麼操作 所以美軍軍方 你看說顧問 軍方顧問人 美軍顧問團 到各個部隊去知道我們什麼使用 他去撞給 包括 愛國整規彈系統 海國軍火賣 不知道你怎麼用 至少 所以AID內心管底下 都是美軍 不是史萊克 鬼霸 不是史萊克 可是不能沒有講 這樣子吧 這個是炸過的 這個講過了 川普會做這個決定 幹掉敵亞文的蘇蘭曼林當軍 肯定已經知道了 因為時間果的在線他們在後 所以中共 川普做這個決定就在暴露 他不會都告訴你 是我告訴你 但是我想 你應該覺得我想很可靜 好結果呢 我說他來找我 我想 我想這個 這個地方就不講了 所以習近平本來希望美國跟伊朗 開戰以後 美國的整個注意力 整個軍事力量被引到通通地區區 那西太平洋這邊 第一島邊這邊 中共的承受的壓力就比較輕了 甚至於可以把貿易協議往後推 沒有開戰的話就準備來簽 簽的話後面還有一招 我拿一招 川普比的手勢是比較好 我後比的手勢 還要一招 補汗一起 好 這有可能 跑不下去 這個講過了 這個講過了 中共簽 1月15號簽貿易協議的時候 已經知道有補汗一起 OK了 當時不知道 現在時候知道了 武漢疫情早就在發生了 10月已經在發生了 然後 外交部那個花園人 華純頂牌跟他說 1月3號起我們就一起 這個賬回美國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在15 在那個15號簽協議的時候 所以是 用武漢疫情來 蓋過那個貿易協議的執行 我們發生疫情了 叫我們去履行那個合約 買多少農產品 美國製造品就 沒辦法 所以 用疫情 來把簽的協議 等於 那個協議等於做 等於 沒有效 所以川普說 既然這樣的話行動違約 所以川普才說要加關稅 最近不是要加關稅 當然他是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追究責任這個不來講 但是你知道 川普 到目前為止 他講的幾乎都有做到 他本來最後一件事還沒做 就是宣布人民幣是什麼 貨幣操作 匯率操作 後來也有宣布 所以對地點有點 把它解除 他說要在美貨美金蓋圍 又蓋了 國會一眾 差個10億美金還是20億美金 硬是聯邦政府幫 川普 去年1月 1月或者是吧 你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川普在競選 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跟我們台灣的政治 有一點 一般可以類比一下 川普是有錢的 他那個川普大樓 就是我們道理約金 我一天才參加的 川普大樓 在第五大樓上面 57 58樓 那個地方 隔壁的隔壁就是 地盤找他那個 其實澳大利和普在川普 往裡面看 很羨慕你們的方向 川普大樓進去的話 底下是喝咖啡的地方 大廳 挑高六層樓 我們挑高三層樓 我覺得很小不行 那六層樓怎麼用 那個水 從那個牆壁上這樣流下來 六層樓的那個瀑布 流下來然後你再等下 所以川普 所以川普 原本怎麼講到這裡 對 他 什麼 川普的メッセージ 他是這樣子 川普 競選的時候 只有兩條政策 對勿徽懷一 對中國大陸打貿易政 第三條是從海外撤軍 從中東撤軍 敘利亞、阿富汗 就這三條 今天怎麼樣 這三條 我再講一遍 對付非華移民 對中國打貿易戰 從海外 敘利亞、阿富汗 撤軍 中國地區撤軍 就這三條 誰知道什麼意思 他代表誰講話 代表社會 對付非華移民 對付非華移民是因為非華移民搶了社會底層的工作機會 對中國打貿易戰是因為製造業的機會被快移到共和黨 要把他牽回來或者爭取製造業的就業 他的兩個政策合起來 就是為社會底層講話 為沒有生意的人發出生意 他是有錢人 他提了政策路線 底下的人聽懂 看懂 所以競選後期的時候 川普的飛機到一個地方降下來 然後在機場那邊架起回召向看著講 現場兩萬人 鏡頭在掃射 講完之後他趕快跑下一團 與此同時當時 西拉利亞在城裡面的 大旅館 開 演講 辦演講會 你知道一般旅館裡面的演講聽的話 能夠六百個就很壓不及了 他兩千個 規果很龐大 兩千個 川普在機場那邊 廣場 對不對 兩萬塊 所以 西拉利 他是走高檔那些 後來川普是走 評價那些 川普代表社會 為他們講話 為他們爭取 對付飛機 底下的人 工作機會來說 都被飛機強 這個家一講 他們看得懂 他說他是這樣 川普的那個有錢 他那個 早上洗衣人的那個牌子 黃金的 馬桶是黃金的 他怎麼是庶民 他不是庶民 他被庶民講話 講到讓庶民覺得 這個可信 他是我們的黨 所以川普為了美墨邊境蓋圍牆 納到聯邦政府官門 他在發出強烈訊號 給他的支持者 我有這樣看 我說話算數 他的支持者全部看懂 這個人為了我們 不要這樣 聯邦政府官門 為什麼 對付飛機 對付 南美洲的移民從墨西哥邊境 進入美國 這個表面上是這樣子 對付飛機 其實是為 社會底層 為他的選民 為川普的選民 講辦法 所以我說你是有錢人 你一樣可以搞庶民經濟 只要你的主張是庶民 可以認可 可以接受 我們在韓國語 我們檢驗韓國語說 他不是庶民 川普也不是庶民 可是川普的主張 被庶民認可 過關 川普的所作為 讓庶民覺得 這個人有信用 但目前為止川普講的每個分別 全部都兌現 本來最後只有一個沒有兌現 就是宣佈中國是會越到中國 後來宣佈 雖然後來又改了 其實全部都兌現 我先跟你講 原來的 在公開電視上講 如果他當總統之後 他要對中國客關稅 稅率是多少 45% 現在多少 45% 後面還有這個 他的顧問說 50% 不行100% 對中國的關稅 還沒有走完 還在準備第2輪第3輪在玩的時候 就冒這個疫情 冒疫情出來以後 整個冒一袋被打斷 對不對 可是那沒關係 後面還有 川普的判斷這個時候 這個整個了 中國經濟現在還不夠快 如果夠快的話 其實地比壓力更大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做更多的檔步 所以後面 美國還要繼續打 水棍上 後面還要繼續施壓 後面還有很多東西要打 現在這個第1 第1階段貿易協議的話 是把一些成果先鎖定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要打斷 這個疫情爆發 他說 民主人說 只有一想不到 沒有共產黨做不到 他沒有底線 沒有道德底線 沒有底線 我推測 我們往快來想 中共其實是蓄意投放病毒 然後透過本國人 那個 撞了病毒 然後再把他們趕出去 武漢宣布封城跟執行中間落差 花個小時 然後很多人接到消息趕快跑 跑了 聽說是25萬人 可是整個武漢跑了500萬人出去 然後來中間那個 宣布封城跟執行的時候差8個小時 所以很多那個 富二代 班二代 都接到消息 都準備好 一宣布的話 跑不跑 有人跑到上海 有人跑到北京 然後就感染 就抓起來 可是呢 有一些人跑到外面去 其中 有一個人跑去巴黎 那個人好像是華東美術學院的院長 女人 跟他老公兩個一起跑到外面 一到一兩巴黎之類的 歐洲浪 然後感染 然後就開始 上波 然後有7000個人來台灣 有2萬個人去日本 所以武漢的人就等於是跑壞房 把病毒傳回出去 然後最終問該幹嘛是美國 可是美國一開始沒事 那個華盛頓州加州這邊 西岸這邊 可能有在 小心注意對不對 沒想到突破 是動漢的美術 怎麼回事你知道 是歐洲人 歐洲人到了美術 帶進來 這個沒想到 加州那邊浴房 因為加州那邊的話 東方來的那個遺體 包括日本 韓國那邊 東方那邊的話就是 西雅圖的華盛頓 之後到加州 洛杉瓦 舊金 對不對 在那邊西岸設防而已 沒想到 最後東漢被 那一定是紐約為什麼 那一定是紐約為什麼 因為紐約是這個 美國唯一的大國 跟我們台北 這大部分只有 紐約是可以下來 走的 你到紫蘭灣印 從那個城市的東邊到西邊的話 走那個高橋道路要開半條 美國的城市是平面展開 不像我們這個巷子啊 馬路啊 緊密相連 這樣子的只有紐約市 而且只有紐約市 紐約市五個區 除了曼花頓以外 上面是布朗斯 再來黃厚區 再來布魯克林區 最後是斯坦頓達 曼花頓周邊有四個區 全部是紐約市 黃厚區一度要讓紐約獨立出來 黃厚區兩百萬人 在美國獨立以後 你還是派到前十名的城市 大概在第四大城市 所以紐約市只有曼花頓 是可以下來走 他的地鐵 我們叫地鐵 你們叫捷運 他的地鐵 是廣狀 不是幹線 我們台灣是幹線對不對 那其他城市 美國其他城市都是幹線 只有曼哈頓是網狀 所以整個曼哈頓 透過地鐵加工 加工車 5分鐘 不超過10分鐘 全部都可以卡不上 全部都涵蓋的 但是周邊就不行了 其他四個區就不行了 只有這個曼哈頓是可以的 所以你在曼哈頓的話 開車房子不好 因為找不到停車 不好找停車 所以開車去中國城市 玩的 光是停車空外半跳 空半跳 我們都已經一道菜吃晚了 兩道菜吃晚了 停車很難停車 很難停車 在故事裡面 美國的只有 聯約 你會只有曼哈頓 下的不會 其他 什麼 芝加哥 華盛頓 華盛頓 其他 都是平面展開 然後呢 從這個城市的東區到西區 開車走高下道 開到高下 所以 人口密集的地方 最容易爆發 禮拜疫情 這個人傳統 所以只要進入美國 一定紐約 沒有第二個地方 所以紐約最嚴重 然後呢 這個爆發疫情的州 是人口大州 大西洋這邊 就東岸 然後呢 太平洋這邊都西洋對不對 像紐約州 像加州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些州 人口密集的大都會一代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各種專業人士 都在大都會裡面幹的 工作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他們是希拉人的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 叫做全球化的受害者 受傷者 他們的就業機會被壞贏了 他們的工資被砍了對不對 所以 全球化的受益者 就是大西洋案 跟太平洋案 這邊的大州 恰好都是民主黨的州 然後呢 共和黨是 川普是共和黨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紐約州州長 跟川普對看 對不對 他們是民主黨 大都會的州 人口 整個東岸西岸的話 加上中西部五大府 有一個州 就是伊利諾州 芝加哥 芝加哥是大都會對不對 你看建築師 會計師 什麼專業經理人 都大都會嘛 他們 回來回去嘛 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全球化的受益者是誰 無法移動的勞工 那個勞工沒辦法移動 專業人士可以回來回去 可以移動 他們哪邊對最有利 他們到哪邊去工作對不對 可是勞工沒辦法做 所以勞工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然後誰為他們講話 川普 所以那些大都會的州 恰好都是民主黨州 恰好跟川普對著看 就看恰好 對不對 人口的分布 才會造成疫情的擴散 對不對 可是人口的分布 恰好也是反映著你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還是受害者 所以川普是有錢人 他為受害者講話 他提出來的主張訴求 讓受害者 這個叫社會底層 覺得可信呢 英文有一本書 叫做 White Trash 中文叫做白垃圾 社會底層 叫做垃圾人口 低端人口 白人叫做White Trash 那個書很值得看 就是美國的經濟變化如何撕裂社會 然後到時候 你看到很多社會底層 經濟有沒有成長 有 底層有沒有受費 沒有 經濟成長的好處被上面拿去 被上面的20% 上面的10% 上面的5% 最後上面的5% 拿去 社會底層的話 所以才會用選票支持一個有錢的川普 不是這樣 所以你韓國瑜當初選選的話 就是拿到我們講的樹民的票 可是我們台灣媒體就說 你又不是樹民 對不對 問題不在意他是不是樹民 我說川普根本就不是樹民 誰知道川普不是樹民 可是他的東西完全被樹沒任何了 川普的知識都知道 他之所以會這麼看的原因是因為他為我們講話 所以不惜拿到聯邦政府關門的時間創建 最常的聯邦政府關門 一定要通過那個預算 一定要蓋那個圍牆 阻擋規劃一本境 所以社會底層的人怎麼看 怎麼看川普 這個人為我們講話還說話算數 所以川普的那個粉絲很強 然後這些疫情下來的結果 他的支持度反而是走到 為什麼 現在任何人跟中共有連結的話 不完蛋 我不用想 他川普的話 光是打 打中共的話就提款 好 現在 我們講美國的過去就是真的這樣子 好 美國打貿易戰的話 是要中共做結構性改變 不是只是要增加買農產品 保護想要用買農產品來不公共過關 就是說我買你農產品 然後你就靠台對手 美國說你農產品要買 你之後他還覺得也不能竊擊 你那個市場不公平 那個競爭也要拿掉 我又不是只是要你買農產品 對吧 老公說我買你農產品 你就不要換我一碼 怎麼華為來這邊換我一碼 全部都不行 你農產品要買 你也不能竊取技術 你不能闖後門對不對 你不能 就是你要遵守公平競爭的這些行為規則 老公用不遵守行為規則 所以現在美國要改造國際市區 就在這裡 好再來 好 川普的翻算沒有必要急的這個時候達到協議 除非是夠好 然後後來可以先階段性的先落袋 好 中國經濟還不夠快 如果夠快的話 可以允許允許 好 現在中國經濟裡面出現了 這個出口部門大約1.8億到2億 出口現在外銷訂單不進來 所以如果復工不等於復產 復產是非復產的 復工不等於復產什麼意思呢 上面那個黨委書記來接受 怎麼樣復工 於是老闆只好復工 一開始的時候先開電燈開冷氣 讓電量再使用 他其實沒有工作做 後來那個黨委書記親自作證 然後大家員工就帶了口罩 然後一排排在生產店旁邊坐著 沒事做 不做 復工 復工 人有進來就復工 可是沒有 那個訂單怎麼生產 他本來的盤斷是這樣 中國大陸先走完早期爆發期 進入高原噴化對不對 然後其他國家才開始爆發 開始走早期階段然後爆發對不對 這個有時間差 老共想利用這個時間差 就是你們那邊不能生產 不能製造業再隔離 我這邊已經 路過那個爆發期了 我可以復工了對不對 然後呢 希望把高端製造業的訂單回臨中 歐美的疫情越嚴重 他們就越隔離越停工嘛對不對 然後呢很多東西不能停對不對 很多生產不能停 這個鋪的訂單 看看是不是可以回臨中國大陸 他本來在這個期待怎樣 所以我沒有 我當然是沒有 如果要回禮的話 回禮到哪裡 現在我們有很多台商的轉單效果 還有一些是 這個是原來在大陸生產 還有一部分的單是 原來在歐美 跨達國家生產的一些高端技術 敏感技術的單 那如果是歐美自己不能做的話 因為隔離的關係的話 那可能就會轉 一部分到台灣 所以現在第一個外銷部門 1.8億到2億人接不到單 所以即使復工也不能真的生產 即使生產也不是到原來的產 因為很多訂單被取消 很多訂單呢就是消檢 總而言之現在是沒有訂單 所以呢現在失業非常嚴重 第二中小企業這邊倒閉 因為沒有現金進來 你那個黃豬要付對不對 很多這個成本要付 那你沒有現金沒有進來的話 你只能用原來的錢撐撐撐 撐了撐不過去的話就完蛋 所以調查的結果很多 有多少企業能夠撐三個月 有人撐一個月 有人撐兩個月 有人撐三個月 三個月下來的話 疫情還沒有結束的話 還要再隔離工程的話 大概有將近七成以上的企業 沒辦法 就倒閉 所以 勞工是失業少 中小企業是倒閉少 破產 破產 合起來的話還有一個東西 債務違約 員工的話要繳房貸 然後或者孩子的補薪費 很多錢要開支 中小企業的話 租金啊 店面啊 很多東西要開支 然後你沒有現金進來 先動用原本的儲蓄 對不對 可是儲蓄到一個程度 用完的話 如果現金還聽不來 不能開工對不對 不能有正常的經濟活動的話 那麼後面就是沒辦法 所以失業潮破產潮 跟債務違約潮三潮一起 你可以看到 員工叫做失業 企業叫做破產 然後呢 債務違約 最後這些東西 債務違約 誰受到 銀行 所以實體經濟出問題 傳到金融部門 銀行到時候會很移動 這個叫做系統性貢獻 金融系統貢獻 但這個問題就很不好處理 好 這是經濟的部分 所以 違約潮 中小企業 供應鏈等也出現資金鍛鍊 企業債的人會違約 然後呢 員工的顧問 就業分所得下降 結果那個人就講不起床站 也出現違約 違約的話 衝擊銀行 金融呆張 最後會出現銀行擊隊 然後呢 債務違約風暴 轉成金融系統風險 這個是簡單主經法 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的困境 他面對的那個危機 簡單描述完 現在問題是出來是這樣 外銷部門借不到單 可不可以轉而做內銷 就是用內需市場來 填補外銷市場的缺口 沒辦法 你從日本從台灣到韓國 你會發現出口導向的經濟 要消解出口比重 然後增加內需的比重 非常之困難 但目前為止沒有成功的 所有出口導向的經濟 包括德國 這個出口導向的經濟 能不能拉抬內需 來填補外銷的下降 對不對 所以相比之下 台灣已經賺不夠 所以中國大陸如果出口導向之後 將來要轉型成內需市場 來拉抬經濟 對不對 很困難 好先跟你講 再差不多一下 內需市場拉動的話 有幾個投資 第一個當然是最原始的 就是外來直接投資 代替製造業 除了這個以外 有三個投資 第一個叫做鐵工機 就是基礎設施投資 鐵路公路機場 就是基礎設施投資 這個交通設施的話 可能對地方經濟發展有關係 第二個是固定資產投資 比如說重工業 鋼鐵業 大型國營市業 固定投資 這是第二個 第一個是基礎設施投資 就是公家來做 第二個是國營市業來做 擴充產 這個叫做固定資產投資 第三個 房地產投資 三種投資 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時期 拉動中國大陸的經濟 現在這三個全部 加上最原始的外資 製造業要撤 外來投資 帶來製造業生產線 這個現在再撤 然後呢 它本身 財政刺激 第一個 基礎設施投資 第二個固定資產投資 第三個 房地產投資 用這些不同的投資項目 來拉動整體經濟 然後目前都全部走 房地產投資 搞不下運動法 固定資產投資 鋼鐵業產能過剩 搞不下運動 然後呢 基礎設施 就飽和了 高鐵蓋了幾條 對不對 重的蓋了幾條 高鐵只有一輛鑽 就是北京上海那一輛 基礎建設已經有飽和了 所以現在你靠 這三個投資項目 來拉動中國大陸的經濟的話 幾乎已經走到頂了 走不下去 走到頂了 你知道台灣的話 以前百分之六十 大概到百分之七十 這台正常美國的話更高 大概百分之九 更高了 就是GDP裡面大部分要消費 然後來投資 然後政府部 最後還是出口 總需求四個單位 一個家庭部門叫消費 企業部門叫投資 政府部門就是公共開支 最後來出口國外 國外需求 總需求總共四個成立 你靠出口來帶動 就是出口部門對不對 就是拉動進去 可是這個拉不下去了 然後呢 消費不行買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健全的 社會福利制度 健保制度等等 所以很多人還是要養兒 防老 很多錢都存起來 買東西買保險 買房地產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增加消費 除非制度改革 增加社會福利制度 讓大家不需要那麼大的儲蓄 這樣才能夠拉動消費 制度革新更不上 所以現在消費的話 差不多35% 40% 國營事業拿了很多 國營事業效率不好 可是民營企業不行的話 就倒給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就去收購 去購拚民營企業 他們在反對 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進民營企業退 那民營企業老闆趕快甩 甩給你 趕快跑 你看到誰 看到那個王劍 馬營企業 馬營就活生生被 踢出阿里巴巴 對不對 王劍也是 海航那個王劍 然後現在王劍也是 萬大地方 然後百度的那個什麼 所有大型民營企業 全部都要 繳過來 所以你做企業賺的錢 是共產黨暫時爆亂 你在那邊 時候到的話 要跟你們差不多一下 為什麼香港搞成這樣 為什麼去年搞成這樣 其實 還簡單 中共的財政虧 有個空虛 外費空虛 所以呢 齊靖民打一個主意 就是把江派 其他高官 貪污的錢 藏到香港 放到香港 就把他拿回來 送中是把大陸貪污 藏出去的錢 送回來 然後香港說 要把我抓過去 當然 他又抓到香港 從東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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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可是呢 他本意是要把大陸的高官污到臺灣的錢 透過香港 再到其他地方這個錢 把他拿回來 國庫空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乾脆打香港的主意 香港的貿易儲備 四千五百億 五百億兵堂做出來 四千億兵堂就被他貿易借款 無償借款借款 誰覺得那個是 誰得再補答一點 費紅銀行 所以費紅銀行的高階管理有被換掉 人家要查出來 費紅銀行是香港的儲備銀行 外匯儲備銀行 管理不用香港的外匯儲備 然後來被勞共借了四千 然後怎麼還 不還 把香港改為直鞋式 所以香港就用人民幣不用港幣 所以香港的外匯儲備就是來支持人民幣 所以呢 由重量同意 就是把香港資金 香港那個環境是環境的 無情啊 可是香港人 在別人就要做文章對不對 人權自由 當然這個是問題沒有錯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習近平的主力可能就是 國務空虛要打香港的主力 把香港訂進來 叫做取消一國兩制 改成一國一制 香港是直轄市在香港市 直轄市 然後呢 肯定取消改用人民幣 那你的外衛儲備當然就支持人民幣 就統一由重央管理 感覺說4000一就吃掉了 你說怎麼沒有錢 他不是取消露克堂自由行 很多人以為他是要給蔡英文政府 那個臉色干 不是 他的觀光外匯支出要砍 為什麼 因為他國內的那個護照都收了 暑假的時候老是不能出口禮物 護照都收了 他是要砍觀光外匯支出 所以 我那個時候直覺說 啊 後來團課也取消對不對 各位 原來是這樣 中共的外匯儲備3.0兆到3.1兆 後來還知道 他的外債 就是他借錢對不對 你跟人家借錢的話 你的帳戶裡面不是有錢 可是那是借錢對不對 他的外債2兆 所以他自己只剩1兆 然後這個1兆裡面還有外來直接投資 如果你要撤的話 人家可以走了 外來直接投資都不好 你知道嗎 他估計1兆 我打8兆好不好 8千億 剩2千億而已 不過啦 還要更嚴重 聽說舉債不是2戰 是4戰 你現在就明白為什麼香港 香港是你的經濟股 經濟爛 然後你就對付香港 說這奇怪 殺雞取卵什麼時候發生 就是情況不行 逼得沒辦法 只好殺雞取卵 香港人說香港人搞不懂 我說我幫你賺錢 你還要對付我 什麼時候殺雞取卵 我說我幫你生蛋 你還要殺我 那就是逼得沒辦法 所以從香港人搞什麼 除了 就是美國跟中共在香港下情 在哪邊收工 事情在香港發生 抗爭100萬200萬 事情在香港抗爭 有人被自殺 有人被失蹤 收割在台灣 去年上半年的時候 蔡英文的名叫醫學術航空 交叉在什麼時候 就是香港反送 一國兩制被施違憂 台灣選民看很清楚 最後在補一個防疫場間諜 台灣選民進去投票的時候 思考了一定不是境地第一的問題 韓國瑜那個時候是打 其實是境地第一 就社會貼體失業 台灣的社會底層 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本來的票是庶民的票 所謂庶民定第一的票 雖然他自己不是庶民 不過沒關係 他本來爭取的票是庶民的票 我怎麼做這個問數 講給你 如果韓國瑜在高雄 贏個上萬票兩萬票 已經認為承認他贏 為什麼 民進黨經營高雄生後十年 陳菊贏對手是什麼 黃昭忠跟楊俊均加起來還輸他呢 綠營在高雄地盤是很穩的 所以如果輸小輸而已 已經也認輸了 可是韓國瑜多少 你知道嗎 15萬票 那個15萬票不服 表示綠的人還投韓國瑜 如果光是藍的投韓國瑜 沒有辦法贏那麼多 不可能 沒那個票 是綠的 原來投綠的那種選民投韓國瑜 才會讓韓國瑜可以贏15萬票 這樣怎麼辦 我們就合理分析 國民黨就算贏贏 不過頂多頂多小贏 你小贏的話 我們也承認你贏 因為你不可能贏到 不過贏一萬票兩萬票三萬票 都承認你贏 但問題他不是贏三萬票 還贏15萬票 這票拿你來 很多綠的抵賞都反了 都投韓國瑜 所以我們台灣的政黨 我們講一下民主國家的政黨 是根據他所代表的社會階級 來劃界線 所以有人代表資本家 有人代表勞工 這樣OK吧 共和黨代表日本家 民主黨代表勞工 英國的保守黨代表資本家 英國的共黨代表勞工 這樣吧 階級利益來劃分界線 台灣多了一個東西 宏徒 所以二成二台灣應該有四個政黨 統派資本家黨 統派勞工黨 獨派資本家黨 獨派勞工黨 應該二成四個才對 我們有沒有 四個沒有 為什麼 因為新黨 軍民黨跟台列都 都泡沫掉了 對不對 結果呢 孔民黨是投派資本家的 OK 民進黨呢 是獨派資本家 為什麼要把他代表勞工 對不對 可是他執政以後 跟財團掛高 他從那個代表勞工 往上爬到代表 是體驗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精英黨 資本家黨 社會經營上場 有兩個黨 總派的那個國民黨 一個獨派的那個民黨 我們的社會經營整個空 沒有人代表社會經營 所以韓國瑜的票是社會經營的票 他同時吸到藍的社會經營 跟玉的社會經營 還有可能贏十五萬票 我們這樣解決 可以解決 如果你光是藍的贏 藍的打團結 不可能贏那麼多 你贏個兩三萬已經很不錯了 你如果贏兩三萬票的話 閉個眼 認輸了 但是贏十五萬票 用業票的 很明顯那個是有綠的選領 投回去才有可能 這樣懂嗎 所以我的 插播這一段的意思 在顯示我們台灣的政府 除了社會階級這個以外 就是上層下層 資本家勞工這個分界線以外 還有一個分界線就是統統 所以理論上我們台灣的政黨 應該是二成二四個 可是我們現在兩個登黨 都是資本家黨 就是統派資本家黨 就是國民黨 獨派資本家黨叫民進黨 所以整個社會裡頭通過 才會讓韓國瑜有機會 韓國瑜號稱代表庶民 可是他沒有什麼經濟政策 他喊的那句口號 叫做過出去人進來 對不對 那個為什麼當時有吸引 社會底層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受傷者 那如果你可以在全球做資源優化配置 你可以移來移去的話 你的受傷是最新的 甚至你可以賺到全球化的好處 所以跨國企業沒在受傷 不能跨國的叫什麼 叫在地產業 那就受傷了 什麼叫在地產業 農林漁木兵 第二個觀光旅館 我旅館不能搬到 旅館就在這裡 觀光旅館農林漁木 這叫在地產業 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韓國衛講得多東西 恰好打中這一塊 貨出去就是農林漁木 人進來就是觀光旅館 所以那個時候恰好打中這一塊 所以不管是哪個綠的 那個時候在高雄都支持韓國衛 是這個原因 可是後來發現他根本做不到 他也沒有什麼經濟構想 執政那個藍土 所以現在高雄市民都不行不行 這樣子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認識到說 很多政治的底層是經濟 經濟叫下層建築 政治是上層建築 那經濟被失戀 社會失截為什麼 因為全球化造成了一批受益者 都受害者 那受害者越來越多 現在開始造反 叫做民粹主義 所以有英國脫歐 有川普黨權 有韓國瑜現場 是這樣的 從社會經濟的脈絡來看 社會底層整個碰掉 沒有人代表社會底層講話 所以呢 我說如果國民黨夠充滿的話 就是把韓國瑜做不到的 沒有辦法去爭取到樹林地層 有人出來爭取就行了 你幹嘛一直賠 現在台灣社會底層沒有人代表他們 有些小黨想要代表 不夠力 社會底層整個空調 沒有人代表他們 川普就是抓社會底層 他是有錢人 可是他代表社會底層的政策 提出來 社會底層有認可 OK可以對不對 他可以代表我們 他為我們講話 韓國瑜的主張沒有辦法說服 現在沒有辦法說服社會 台灣的社會底層 因為那個所謂貨出去的人 竟然那個不會已經 因為跟蹤 因為什麼 武漢疫情也好 還是什麼 那個習近平 那個強硬路線也好 整個空掉 所以韓國瑜那個主張現在 沒有人相信了 因為那個貨沒辦法出去 他去大陸跑了半天以後 那個成交的比也低 他現在陸貨也不來 對不對 整個破掉了 他說他沒有提別的東西 比如說我在臉書 試個仔細體看 比如說 高雄 玉城路上面有一個賣兵 賣趴跑 排隊到哪 馬路上這樣 我在附近 我就好奇去看他 那個 就是賣趴跑兵 你知道什麼地方沒有賣趴跑兵 賣趴跑兵可以賣到 排隊到馬路上 還會更嚴重 外國人在排隊 外國人在那邊講英文講英文 我一看我實在太好奇 就發現 原來他怎麼賣 就是他給你一個小杯子 你自己裝掉 到前面去結帳30塊 30塊 一小杯 有些人不用杯子 直接一直點掉對不對 他就過半 比如說 我一撐的話 75塊80塊 ok 我吃的爽掉 對不對 有些人就吃那麽一個30塊 他賣選擇的自己 你知道很多包法兵的話 選一樣三料 三樣五樣 就只比一比 對不對 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拿 我想吃一點紅豆 我就多挖一點 對不對 我想吃一點什麼東西我自己拿 對不對 選擇的自己 他墻壁上的全部是土 學生在那邊寫對不對 寫完之後 先寫原子筆 再用那個 粗的筆蓋過去 然後黑的寫完蓋紅的 我好密密麻麻 然後一面吃筆一面 看看別人寫了什麽東西 這叫什麽 表達的自己 他媽的講說 選擇的自己有個表達的自己 排隊 排到路上去 那叫八老鼻 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高雄的中央工的 你蓋一個塗鴉牆 比如說一面兩面三面打燈 然後大家去那邊 塗鴉對不對 然後呢 旁邊再 四個字 L-O-V-E 101全面不是L-O-V-E 你這麽一搞以後大家去那邊自拍 留言 然後去參 去搞那個塗鴉牆 他不就帶來一個所謂 觀光亮點 新的景點 觀光的資源要去投資 要去創造 然後人家就說虧來不可 比如說 你要看長城 你要去北京 你要看愛河 你要去高雄 如果你喜歡看愛河 的話想說 就像你創造一個東西 你有亮點 你有賣點 比如說如果迪士尼樂園 在高雄成員的話 還是海洋公園在高雄成員的話 那你要管那個東西 你要去哪裡 這樣懂嗎 就是說 比如說台北 你要來看玉琳 就一定要來台北 對不對 你創造一些不可替代的觀光之力 亮點 所以我讓他們說 靠近 靠近 你選市場 就一定要這樣 把小港機場遷到蘋果 然後那個小港機場 做系列計畫區 第二 二點 整個機場的話 土地重化 對不對 然後做三個東西 第一個 古克卡美術館 第二個 DCD樂園 第三個賭場 像新加坡那樣 賭場 你這三個一搞下去 快往進去就起來 還用還用還用 還用還用 對不對 可是也沒有 我講到現在也沒有人做 後來還沒做什麼 他們在考慮說 小港機場不是簽到蘋果 因為蘋果那個機場 沒在用 世界各國的大城市 他的機場到室內 進程到30分鐘到40分鐘 你看東京 你看紐約都一樣 沒有人把大都市 把機場放在市區裡面 高雄市的小港那邊 那個小港地方就在市區裡面 不對 應該是放在郊區 然後進程大概30分鐘 你知道紐約的話 瓜底園 JMK 都是進程的話 30分鐘 20分鐘 我們現在桃園機場到台北 就30分鐘40分鐘 就進程 大都市的機場在郊區裡 這個小港機場在高雄市內 在高雄市內 你把那個地方騰出來的話 台中也是 那個慶泉當今 那個機場騰出來的話 那可以考很多新的花樣 以前有貿易順差的時候 中國大陸不是有貿易順差嗎 外來資金趕進來 因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有進帳 你一直有美元的進帳 所以別人的資金趕進來 不用不擔心說我現在要走的時候 你沒有美金給我 可是美國現在打的貿易順差 對 因為中共拿他從美國賺的貿易順差 到各處去支持美國所制裁的對象 美國制裁伊朗 中共支持伊朗 美國制裁俄羅斯 中共支持俄羅斯 美國制裁委內瑞拉 中共支持委內瑞拉 美國制裁北韓 中共支持北韓 中共拿從美國賺的錢貿易順差 到處跟美國對著幹 他犯成你是美國一名 你印了下這個信 我讓你賺錢 然後你拿著賺我的錢 到處在跟我作對 所以美國現在第一步 是砍掉他的貿易順差 可是貿易順差一砍 你以後沒有美元進帳 那已經進來的錢就準備跑 這下糟糕了 你如果一直有收入進來 我換卡給你 貸款給你 我相信你還得起 如果你現在失業 沒有收入了 我緊張了 你到處裡沒有錢 所以現在美國砍他的貿易順差 就會使得已經進來的資金 想要跑 就叫資本外移 這裡資本外逃 capital flight 咋一招了 完全跑的話沒有了 所以2016年年底的時候 台商沒有跑的話 這還不行 你在大陸做的錢拿不出來 然後他還跟你跟我說 後來日本很多場 直接放棄 我不要可以吧 我給你可以吧 很多場直接放棄 直接走了 大別的地方重新蓋 直接放棄 不是轉賣掉 拿錢走的 後來 18年10月25號的時候 安倍去北京還婚 簽了一個中日貨幣互換協議 對不對 很多人說日本舔中國 在貿易戰裡面 日本本來是美國的鐵桿 可是怎麼會去跟中國打槍 還去簽貿易 後面換協議 那時候我在58台 前線百五百那個解決 媒體都說 哇 日本在貿易戰裡面 覺得 占邊 不對 美日安保條約 是地表上最強的統統條約 這個不會沒有問題 那安倍為什麼去簽證 日本企業要從中國大陸撤 如果拿人民幣去換美金 在南美金換美日圓 有貴對風險 而且不見得會貴的成功 貨幣互換協議的意思就是 我直接拿人民幣換日幣 這個日幣就是 貨幣互換協議裡面 日本要提供的 以日本企業 拿到中國賺的人民幣 直接換到日幣走 所以是幫助日本企業 撤出中國的使用 你懂沒有 再來那個貨幣互換協議 跟之前的貨幣互換協議 少很多 再來只有三年 什麼意思 當時是被2020年的東京奧運 希望跟中國做好交情 哪里想到後來發生 我們一起去 東京奧運聯合運 這樣 當時2018年的時候 安倍去 安倍去大陸的時候 主要是講一件事 結果根本沒怎麼報 日本宣布取消 被中國的經濟委員 大陸我們說 日本給我們經濟委員 中國沒有報 我們這邊沒有報 比如說北京的和平醫院 上海的那個新的機場 還是地點 很多基礎設施的錢 希望是日本給的 不然大陸人就說 你賺很多 我做生意賺錢虧賺錢 援助是援助 你不能說因為我有賺錢 我就跟你援助誰做的 然後日本切斷 結束這個援助 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 沒有道理說第三大世界經 第三大經濟體 援助第二大經濟體 沒這個道理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的日本 援助第二大經濟體 的中文 沒這個道理 所以結束 大陸的網友 他說 原來日本有六個援助 看到日本來的時候 取消援助 一開始 破大媽 可是後來發現 糟糕 很多重要介紹 都是拿日本的援助來看 所以 差不多這裡就是說 中共現在講回來 沒辦法 超過快的 所以 關於貿易順差被砍以後 中共會出現 中國大陸會出現 金融的問題 就是你如果不能再 源源不絕的賺到美金的話 已經進來的美金 就是美元資產 會想要跑 沒有安全性 沒有安全感 要跑 然後再來製造業 比如像蘋果 生產線沒有測 你現在沒有測 也沒有用 不能生產 可能強迫你測了一樣 你不測擺在那邊 可是你不能開工 所以 原來 庫克只是把30%的產品 移出中國大陸 要分散工程 現在不行 你在中國大陸設廠 你沒有安全感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產品的包裝 你從裡面到外面 如果有病毒的話 消費者去接觸的話 會不會的 有病 一個大陸 所以總而言之 現在在中國生產的話 你的員工有安全的問題 你的產品有安全的問題 然後再來 你可能沒有足夠的 你要走的話 可能沒有錢給你賄出去 美金空掉了 美國有一個調查 統計 中共的官員總共180萬 包括最底層的 總共180萬人 在海外的家族化 的資產 古兆米 也就是說 中國的外衛儲備 被高官自己掏工的古兆米 你看到的是剩下來的 然後這剩下來的 其實也被掏了 其實沒有錢 表面上有錢其實沒有 所以才會對香港之類的 中共提指聯繫 大陸不知道 我說如果你買美國農產品 可以緩和貿易戰 你為什麼不買 不可能也需要 結果他去買巴西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可以跟大豆跟美國買 跟美國做交集 結果他去跟買巴西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巴西那個大豆工廠 是中國投資的 然後價錢比較便宜 然後他說比價 所以巴西買 美國氣死了 川普氣死了 你大豆不跟我買 什麼意思 結果巴西做大豆的公司 是中國投資的公司 從巴西買 沒錢 沒錢的話 不放公安客來台灣 沒錢的 把大豆的護照收起來 不讓你出 這個是這樣的 美國提供出口市場給他 給他最惠國待遇 幫他加入世貿組織 美國對中共是有善 親善 現在開始改 之前美國對中共是很友善 現在開始改 沒有美國的支持 鄧小明的改革開放 40年下來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 然後中共回黨 不對 我們的人民很清貴 很努力 中國人有沒有清貴 有沒有努力 Yes 用火熱嘛 對不對 大家很努力 拼經濟對不對 問題出來 你在毛澤東時代的時候 中國人就很努力 很清貴 為什麼那個時候沒有經濟發展 你是現在還有經濟發展 因為現在有條件進來 有些條件加進來 中國人本來就很輕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以前沒有經濟發展 對不對 因為現在有新的條件給你 再來 中國為什麼這麼發達 因為人口多市場 以前中國為什麼貧窮 因為人口多 你用人口多解釋的貧窮也解釋的環了 剛剛點不對嘛 對不對 這兩個因素存在 存在 但是 之前已經存在 沒有造成經濟環的 現在 造成經濟環的 為什麼 美國給支持 美國支持鄧雅明的改革開放 為什麼 美國自己希望你將來改變之後 我在和平等變 那和平也變成什麼 什麼叫破裂 就是習近平宣布取消任期 希望馬上決定馬上翻譯 3月初 2018年3月初 決定取消任期 終身制以後 3月16號 簽台灣旅行 3月20號 馬上開展 這個人講一下 3月20號對不對 過禮拜 過中央 禮拜一 3月26號 發生了任期 3月26號 發生了任期 以人民幣結算的石油起貨交易 在上海正式開展 這叫什麼 這叫石油人民幣 要威脅取代石油美元 美國怎麼可能接受 你在挑戰 在石油交易裡面挑戰美人 這是什麼罪名 你知道嗎 唯一死罪 伊拉克的海山說 不然我們石油交易 改用偶遇的階段 轉過去馬上打進去 說你的大規模 沒信武器 抓起來 掉死 什麼叫大規模 沒信武器 石油交易不用美人 這就是什麼 他在地下發了半天 沒有看到大規模 沒信武器 就是你不用石油交易 不用海盈 有一個人說 不然我們石油交易 用黃金或欧元來結算好了 這個有九處行公 你看 利比亞的格達費 只要你石油交易 動腦筋 想要用美元以外來結算的話 這個威脅到美國的重大利益 到目前為止 唯一死罪了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 我對地形機品很擔心 現在果然被美國真的很慘 你用人民幣要來挑戰石油 他是這樣 他是撐以伊朗 伊朗被制裁提供無親 然後我們說 我給你買石油 你收不收 伊朗我們說 好吧 我說 然後我等到點子 馬上在上海籌備開張 以人民幣結算石油起貨交易 跟美國結算 我是起貨不是現貨 有個品質比較差 不是你德州系金油 市場去口不一樣 美國 然後就開始打包 3月26號星期 2018年 上海開張 以人民幣結算石油起貨交易開張 3月22號 整個連結是 79年美中建交以後到91年 這個叫廉價勞動這個紅利 還有美蘇冷戰紅利 美國扶持中共這個事情 到蘇聯結體 91年就蘇聯結體 再來呢 91年到01年呢 每日到時候有貿易到 每日有貿易摩擦 一些製造業轉到中國 然後呢 和美國有和平演變的期待 繼續扶持中共 01年到2017年的時候呢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中共可以享受很多優惠 結果呢 經濟成長爆發 對不對 所以呢 還有那個時候 因為恐怖奇跡 所以呢 美國要對付恐怖組織 暫時就沒有時間 去對付中國 中國絕情 一直到後來 恐怖不只被幹掉了對不對 然後呢 開始來對付中國的絕情 然後他有加入大陸 又有紅兵 然後呢 惶恐了 美國 暫時 集中精力對付恐怖主義 然後呢 就暫時 可能是說 恐怖攻擊 為中國大陸爭取的 十年的發展跟環島的時間 現在呢 恐怖不只差不多了 這個清了差不多了 所以我現在美國來算账 我要你和平演變 你沒有和平演變 對不對 我對你失望了 不完了 現在跟中國大陸就要脫鉤 而競技脫鉤 好 好 全國會戰略地圖 正可能沒時間講到後面來 我們講到後面來 我們現在這個講過了 現在先脫鉤 脫鉤以後 競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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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4號 在川習會之後 國務卿龐貝歐在 布魯塞爾 比利時布魯塞爾 一個國際會議的場合 一個發表演講 他說美國要打造的國際秩序 三個元素 第一個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就是有行為規則 第二個 以普世價值來展開的國際秩序 普世價值是個東 民主自由 華之類的錢 第三個 由美國來領導的國際秩序 三個東 就是針對中共來的 然後呢 萬一有需要的話 美國可以退出世貿組織 另外組建一個新的 國際貿易組織 然後規定市場經濟體才能夠加入 世貿組織是市場經濟體的國際組織 所以中共當時加入的時候 這個事情 因為他 01年加入的時候 他承諾 他要做結構性改變 來取得市場經濟體的認證 然後他說需要時間 美國說 好給你15年 15年的時間 把計畫經濟轉成市場經濟 那就符合這個要求 對不對 老公把它解釋為說 15年後我自動得到這個市場經濟體的認證 英文造句都是有條件 條件句 if if 如果你做到設計的話 我給你成功 中文的思考裡面沒有條件 就是概念 很多承諾是有附加前提跟條件 英文的這個句子都這樣說 我們中文面是概念 結果 現在你們講一輩子 1986年 蔣經國還在的時候 提出一個策略 叫做 以台藤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申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 叫做關稅貿易總協定 叫做GAT 後來改成大陸體 鄧臺平說 臺灣要進去 那不行 中國大陸也要進去 所以蔣經國 鄧小姐 引來玩這個遊戲 好了 我跟他講 我們農產品這樣 我們製造業這樣 我們金融業這樣 我們各行各業是銀售業這樣 你們要改 所以中共那個時候就發明了一個名詞 叫做與國際慣例接軌 這個話就是因為當時要申請加入 對內交代 我們要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所以要改 改來改去 然後電影 藥品 各場各業 國際政府招標 要怎麼弄 遵守國際行為 美國跟他說 台灣已經好的難度怎麼辦 朱鎔基 親自上談判之後 就 答應 美國的所有要求 一遍加入 他的談判代表 那個時候的談判代表叫王永徒 王永徒跟他地調整 這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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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朱鎔基跟他講 你不要再地給我調整 我就是要教育 那怎麼辦 教育有沒有再說 因為台灣的壓力 中國大陸就答應了很多條件 他答應了之後 全部沒做到 所以美國說 算這樣 為什麼要打貓咪戰 因為 那個15年到什麼時候 你看 2001年加15年那個排名 2016年的年到期 沒有做到 所以17年開始 川普先處理 減稅 減稅完了之後 17年的12月中旬 宣布國家安全戰略 把中國視為對手 18年3月 打貓咪戰 你看他整個流程排下 17年還在跟吉利平 你來我我 互相訪問 可怕 但是呢 講了你我聽 18年開始 你還要搞私有人民幣 最加一的 我意思是他最加一的 總而言之 美國是有一個流程 我給你15年就15年 什麼時候到底 16年年底 16年年底 16年年底沒有跑的台商 都跑不掉 沒有外費給你賄出來 所以很多人在幹嘛賺錢 我說你賺了錢 能不能拿得出來嗎 第一個 拿不出來的話 等一下還給你 把你國有花 等一下給你陌生 這個時候 共產黨本質就是土葛 就是一個財產 我要共 我共你的財 你賺了很多錢 就是共產黨暫時放在你這邊 就來拿回來 所以台商 有一個台商 他在香港有五個房地產 自己住的那個比較好 他一直問我 剛剛說你趕快跑 我說不妙欸 他請我是那個 盧思奎那個牛排 然後我跟了一下 結果他回去後 趕快 從那個 保險家裡面 拿了 港幣主備買20萬美金 被營養卡 我一聽話說 是不是廢物給他 他就對 是廢物給他 有幾萬多歲才給他 哇他嚇壞了 拿港幣要結婚 香港又沒有萬費管制 他只是扭刀小事 20萬美金 他不知道 第二次跟我見面的地方 全部跑關門 全部撤回台灣 他怎麼樣 趕快跑 你現在跑 你跑多少算多少 根本拿不出來 還在那邊賺多少錢 如果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組織 重新打造一個新的貿易組織的話 規定市場經濟體對不對 台灣市場經濟體 台灣進去 中國大陸沒有得到市場經濟體的認證 下不進來 變相吧 中國大陸 把這個模式運作完了之後 運用到聯合國 美國退出聯合國 重新打造國際組織 叫做民主國家聯合 只有民主國家台的國家進來 台灣是民主國家進來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所以 變相 把中國提出聯合國 這樣怎麼樣 結果現在 WTO還沒有做這些事情 有一個組織搶 插隊 叫做世界貓衛生組 美國可能退出世界貓衛生組織 然後來重新成立一個國際 叫做Global Health Organization 這個GHO不是WHO 然後台灣可以進去 都可以進去 美國可能會這麼玩 本來是川普第二任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可能 從那個世界貓衛生組織先開始 那就是說 美國在重新認可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 這個地方要結束了 就要更多講究 美國是海權國家 它的戰略理論是海權的理論 什麼意思 如果是陸權國家的話 我在我的門口射防線 那比如要入侵對不對 海權國家不是 海權國家是在對方的門口射防線 讓你出不來 為什麼 你一出來以後 後面是海洋 無險可守 直奔交入外海 那不行 所以美國一定要守第一島鏈 阻止中國的海軍突破第一島鏈 因為突破第一島鏈以後直奔 那個關島跟夏威夷 那個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根本無險可守 就直奔交入外海 然後呢 各種什麼短程長程 什麼什麼推大島海島軍 美國能夠吃得下嗎 美國吃得下 所以美國一定要防守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就是台灣 美國防守台灣就是防守美國自己 台灣是美國的核心 是海權理論來的 可是中國大陸跟台灣以前都是陸權的理論 陸權的思想對不對 我們陸權國家 不懂美國這種心理 所以為什麼美國這一次把那個B-1 關倒了那個轟炸機B-50都掉回本土 然後派了B-1B 那個超音速的戰略轟炸機對不對 然後第一次4月22號 從美國本土起位 揮到日本 嘉勇再揮從沖城再回去 告訴你他有長程飛行 你怎麼看沒有看到 他的那個射擊網路 那第二次呢 5月1號 四架分兩個梯頓 一個會到從沖城再到關島 一個直接會關島 再來5月4號 那個兩架指揮到那個東海 宮古海峽上面 那個地方上面的飛彈是射程900到1000公里 你去看一下地點 在台灣往北大概200公里附近 那個地方如果900到1000公里的話 射程達到整個上海 杭中上海 所以浙江江蘇上海地均 全部在它的射擊網路 然後呢台灣海峽當然在射擊網路 所以在那個地方 從台灣以北大概200公里那個附近 射程900公里到1000公里的話 當然涵蓋整個台灣海峽 涵蓋整個大上海地均 然後呢一架超音速戰略轟炸機的那個飛彈 就可以幹掉一個航空母隊 所以美國在秀激動 然後呢我現在跟大家解釋 有人說習近平是蔡英文的最佳駐選人 他是這樣 國民黨原來說的九二共識 叫做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就是什麼 就是模糊性 大家不去追究內容 模糊性 我說我的你說你的 習近平去年的那個演講裡面 1月2號那個 告台灣總共40公里抵擋 把九二共識直接解釋為 一國兩制 叫做一個中國和平統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我們當然不接受 中方把他的那個模糊性取消了 拿掉了 直接說九二共識 就是他的政策叫一國兩制 那國民黨的這個路徑就講不下去對不對 這個模糊性 有兩個 在台灣總共有兩個 另外一個叫做 美國 對台海周邊的軍事介入程度 有模糊性 這個叫戰略性模糊 Strategic Amity 戰略性模糊 所以呢 如果你中共允許一國兩制這種模糊 我美軍的介入程度就模糊 你模糊我模糊 你不模糊我就不模糊 所以習近平壓縮九二共識的空間 不讓台灣模糊下邊對不對 美軍馬上就出來 航空補電 你讓我讓 你揮我揮 航空人戰略風大街還派新的來 對不對 結果 你不模糊我就不模糊 這一下子的話 那個中共最近的表態 透過那個英太人物僑養 將軍少將 出來講 講不完 糟糕我準備太多 台灣三個特點 除了半導理業以外 地緣政治以外 還有股市教育的見證 那個 這邊剛剛講的對不對 台灣問題的本質不是兩萬關係或中文的一個 是美中關係 我們都知道他怎麼現在還知道 他以前沒有跟內部人講 都是講給內部人聽的 現在沒有辦法統一台灣 包括普統台灣 是因為美中相對實際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對付美中 在新南美亞的軍事力量的話 你根本就沒辦法 對台灣動作 不管是混搭武統 所以針對台獨勢力的打壓不能 就更有機會 再來第二點 第二點 就算拿下台灣 自己成本太高 會成為中國的財政法務 就是蘇聯打阿富汗80 可不可以 蘇聯財政空掉之後結底 再來第三個 中國還有比統一台灣更優先的事情 就是飛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讓14億人擴興 統一台灣台國式的復興 重要內容 主要內容 完完全全為為習近平開副 解套 因為習近平的權力來自民族主義 來自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意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已經放在台中 就想踏回台灣了 台灣人不能對台中 為什麼 把台灣打到比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意思是講 那是團員 所以說我們兩個熊貓要團團圓圓 兩岸 投一投一 團圓 把台灣打到不行 現在不是武統路很高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壞掉頭 他們看台灣也不爽 就不要這樣 不聽話說的話 可是你不能打 為什麼不能打 習近平不想打 他的官位已經放平了 他是黨的最高領黨的總書籍 他是國家主席 他是軍委主席 還打贏了沒有辦法升官 打輸了要負責 要被清算 穩賠不賺的生命 他不會做 可是 他用民主主義情緒起來 他告訴大家說 你給我時間我拿回來嗎 所以還會取消問題 這樣 現在做不到 所以怎麼看 套置新的論述 我們不是要調理性 只是說他們現在開始健康 好 就是不能再用民主主義 來取得正當性 那東東的那個正當性 是這樣 毛澤東的時代是武力 香港是出政權 武力奪取天相 這樣暴力加寶貶的時代 第二個鄧小平說 好好 那智慧主義總不同 我們用經濟 經濟發展讓中共有正當性 對不對 讓他支持啊 再來呢不行了 現在看呢 民主主義 現在這三個全部總統 都到底了 後面的話 重當性不準 你現在沒有經濟 那你民主主義 被台灣人 也下不了手 那這都不用想 被暴力奪取 不用想 現在中共的存在 出現正當性 好 三個都 所以就正當性為重 所以一名只說 一件事情 就是維穩 這樣 美國本來要台灣 是防禦性武器 200公里 回家射手200公里 在防禦性武器 現在呢 我們600公里 1000公里 1500公里 2000公里 有些是我們自己研發 有些是美國剛才給你寄出一份 雖然我們的2000公里 什麼概念 就打到北京跟三峽大法 兩千公里 600公里的話 可以打到上來 應該是 香港上來 1500公里的話 就打到更內部的地方 所以台灣的 鼓勵現在已經變成 由防守型轉成工具型 美國賣台灣的居頭 現在都是賣點擊貨 然後很多人說 美國都賣 以前都賣二手清倉的 對不對 以前是以前 現在都賣的都是好東西 現在是我們沒有錢 這樣懂嗎 你說哎呀保護會 是我們開始玩家 日本德國都在互保護會 韓國都在互保護會 還一直變家 我們已經很好的 很客氣 人家一碗零螺麵要上 要500塊 我們才200塊 你還要錢 好 一定要先講話 謝謝大家 就是習近平再退一去 民主主義行為退一去 然後國民黨的那個 我的同學好像蔡政府 他說 他說如果中共 用武統台灣的話 那國民黨就不要在 玩酒和公司 國民黨也準備退去 你退我也退 我本來以為你要統一台灣 台灣記得要被統一 你要武統還是文統 當然是文統好 所以要武統 所以很多 國民黨裡面的親中派 被論述的發言 是因為他們相信 所以如果中共發現沒有辦法對台灣獨統 這個底牌一卸出來的話 一千開口的話很嚴重 兩萬萬一整個論述 整個價格要受到重大影響 就是說不是在幫獨派也不是幫獨派 是這樣子 中共我們叫他不要動武是台灣要的 不要獨立是中共要的 不要統一是美國要的 叫做不武不獨不統 三不六新三不 是誰講的 百英九 現在誰來做蔡英文 你沒有發現 蔡英文做的就是這三樣東西 所以老共要不獨 我們就不獨 對不對 美國要不統 我們不統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 你不要打過來 所以台灣的情況就是 有事實獨立沒有法理獨立 這叫現狀 那中共改背現狀 美國不要答應 美國改背現狀 中共不答應 那我們只能在別人畫的礦方裡面跳 我們不要惹了這個 不要惹了那個 就沒事 所以很多人說要正式獨立 法理獨立 那美國後來就跟我們講 那獨派聽了 你說啊 傻眼 美國反對台灣獨立 那你們補充一下 美國反對台灣獨立 是美國總統講的 柯林頓總統在1998年 就是台海回大為替 然後去北京反骨不開講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結果這個被媒體攻擊 所以這個年輕總統不懂外交 怎麼會亂講話 因為美國總統 美國政府從來不對台主問題 他為什麼這樣講這個話 柯林頓變故說 我不是亂講 我有根據 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外交檔案解決 2003年12月 5年後 國家檔案解決 原來事情在1972年 尼克森去上海 簽上海公報裡面 有一段很精采的對話 重要的對話 結果媒體只報第一條 他五點協議 只報了第一條 什麼叫第一條 就是美國跟中共將來 中會完成關係正常化 只有在這一條 你們要不要知道 五點協議是什麼 第一點 尼克森本來跟毛澤東 毛澤東說 政府我們來談哲學就好 其他事情尼克中會來 這什麼意思是 主帥不親上談判 所以川普找習近平來搞川行會 這是陷阱 習近平上大 等一下還兩次 川普就要兩次了 為什麼 主帥親上談判說 如果就是要先花抖手 OK的話沒事沒關係 如果不行的話 要救援抖手吧 可是你是最高統帥 你後面沒有人救援你 如果是尼克來談不行 還可以向後方請示 後方還可以再做財品 可是習近平上來的話 人家迫出什麼東西你要回應 你是最高領導的人 你說事就是不是 就不是你要回應 所以主帥不能親上談判說 這很重要 所以馬澤東說 尼克森跟周恩來 第一點 周恩來問 第一個問題 貴我倆 我是不是要完成關係正常化 尼克森說yes 第一點 報紙到這裡 第二點 那麼 關係正常化以後 美國要跟中華民國斷決關交關係 從台灣撤軍 然後來廢除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譬如說斷交會約撤軍三條件 對不對 尼克森說yes 如果關係正常化 當然就做到 第三點 當美國從台灣撤出以後 我們擔心日本重新把手 射入台灣 請問在這一點上 美國能對我們做什麼 尼克森回答 我會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 看管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阻止日本把手伸回台灣 周恩來說 OK 三條 第四條 美國是不支持台獨 尼克森回答 美國不支持台獨 那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1972年的前幾年 台大政治信息主任 唐明明被美國用到隊裡 再弄到美國 唐明明號稱台獨教徒對不對 所以尼克森回答 那美國是不是支持台獨 所以尼克森回答 不支持台獨 最後一個問題 那麼美國還支持台獨 臺灣地位為定論 尼克森說我突然跟你談 關係正常化了 怎麼還有台灣地位為定論 不講 不講 他話說 他這個東西呢 台灣有一個駐華盾盾的那個記者 把這個外交檔案記錄下來 叫做王景鴻 那個書名叫做台灣會生存下去 如果你們有興趣追究這一段外交歷史的話 他還算客觀 就是救世論事 台灣會生存下去 這本書裡面 就記錄這一段 就是尼克森跟周恩來的這個交涉 裡面涉及到台灣 然後我們現在很清楚 美國跟中共談 第一次坐下來談 談到台灣的時候 居然是針對著 很多人都不了解 我告訴你 1996台瓦回去的時候 說結束我們拖完票 你都會當選那一次 第一次明顯訪我那一次 劍麻如張對不對 準備打了對不對 4月的第一個禮拜 中共的副總理見外長 前期一生出國網路 不是去華盛頓 不是去內心 去東京 固裝對不對 固票 下一個禮拜 美國 柯林頓總統派一個高官去東京 你知道他派什麼 御駕親征 柯林頓親自跑東京 做什麼事 重新界定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化合 叫做日本周邊有勢地區 釣魚島是日本的 釣魚島的旁邊就是台灣 日本周邊有勢地區就是台灣 所以駐沖省美軍就是防守 後來有一個美國軍人 在09年到13年在沖省 然後他後來話推過出來說 我們都知道我們防守的是什麼 所以美國用台灣關係 用美日安保條約 把台灣放進他的身體 解放軍知道 可是沒有告訴他自己 所以現在還不得不走 快要打起來了對不對 很多大陸網民 對不對 武統台灣 然後習近平欺負我們錢 所以習近平想辦法讓 大陸裡面在那邊 澆冷水的降溫的 都是習近平的人 因為習近平不想打台灣 打台灣對他沒有好處 而且聽說槍發下去 倒出來 手留在向後坑 他們是沒有槍起來照玩的 你給他槍的話 他不是打台灣 他是打你 所以他不想打台灣 可是又不得不講硬話講大話 對不對 他現在被美國逼及了之後 唯一可以解套的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是假新聞 如果這個是真的對不對 那就是習近平現在處境很見 他沒有辦法跟台灣打 沒有辦法不懂台灣 所以他必須想著辦法解套 然後就有這個橋樑 這個鷹派的人物 寫那個書很有名 比較超現代的就是他 然後他出來說 不能不懂台灣 就是世關國運 不可輕率處理 謝謝大家 題目是 今日的講座內容 無論是推測或挪索本 都有參考價值 但關於軍事國安的部分 公開講沒問題嗎 當然沒問題 你們派什麼比較好嗎 你們有線上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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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的部分當然沒問題 對不對 推理出來的部分 你們看看合作合理 對不對 有可以懷疑的地方 你們可以提出主理 對不對 所有的論述都是 邏輯通不通可以減念 那個軍事的部分 再補充一下 就是台灣對美國的貢獻 我們要了解台灣對美國的貢獻 我們要了解台灣對美國的貢獻 這樣子 美國不會為台灣人流血 但是會為台灣這個地緣政治要衝流血 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當然希望美國保護我們 但是我們應該要了解 我曾經這樣子比較超前固署 我們要超前分析 沒有美軍日軍介入 單單台灣自己的武力 就可以把來犯的貢獻擋 很多網友跳出來跟我說 老師你這樣講會不會太超前 大家都假設台灣一起 大家都假設 全部靠看看美軍要不要協防台灣 可是美軍的協防台灣 如果是跟所謂共軍 他們叫解放軍 我們就稱它共軍 如果美軍跟共軍直接交合的話 人類歷史上還沒有核子無親的大國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開戰 沒有 所以美國不需要跟中共開戰 就可以把中共拉下來 讓它國運總衰 他為什麼要跟你開戰 不用了 我告訴你 美國根本 手上的子彈多多是 根本還沒打完 光是一條就夠你強 一條 兩條 中共高官家族的海外資產 莫說就夠你強 再來一條看什麼 中國的銀行 不能採用美元結算系統 為他的客戶付出或者收進美元資金 美國的美元結算系統 不讓你中國用 就垮了 你買石油 買軍火 買農產品 不要付美元互換 我美國不讓你用 只用美元來做結算 貿易結算 不讓你用 那你怎麼辦 所以美國現在 中共現在已經開始考慮服務交易 他跟伊朗的交易的話 就說我買你多少錢 算一換多少錢 然後我給你多少東西來結算 服務交易 美國不讓你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中國就不要玩了 我哪裏需要跟你什麼 大錢名 我跟你廝殺幹什麼 美國手段多的是 日本的救恨 是兩顆原子彈的美國 日本的薪酬是大火覺醒的時候 日本的國家戰略 就是讓薪酬救恨去對撞 我們日本同時打兩個 日本讓中國 美國去對撞 美中如果開打的話 日本絕對是賺到 唯一的贏家 台灣不會贏家 大陸不會贏家 美國也不會贏家 只有一個贏家 所以我就跟大陸人說 你打台灣 然後讓日本 變成東亞的霸權 霸主你要嗎 大陸說到底不要嗎 中國在東亞都不能稱霸 對不對 然後把日本搞定了 台灣就不用搞了 所以說 你不去搞台灣 台灣就回來 你急什麼 你有辦法去搞定日本 搞定日本 背後的美國 你可以把美國日本搞定的話 台灣往哪裡去 就想都知道 然後整天對台灣搞這些 沒有錯 沒有錯 整個招簽你 簡潔問 習近平上台以來到現在 如果你拿兩個選擇給他選 他一定選得錯的 但目前為止沒有另外 從貿易戰 香港 台灣介入台灣大選 到現在武漢疫情 所有的事情 你給他選擇的話 他一定選那個錯誤的選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他誤判 他對台灣誤判的話 就 就是給麻煩了 很傷老天 我們發現他每一次 你給他兩個選擇 他一定選那個不對的 但目前為止沒有另外 所以我們要提款 就是我們台灣單獨 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 就可以把來換的共軍 包括海 海空空什麼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共軍 處理掉 不用美軍出手 我們現在判了什麼 美軍出手以後 功勞給他想去 我們台灣自己就可以把 來換的共軍 處理掉 不用美軍出手 我們要有這個 決心跟這個準備 台灣可以對自己的 國法 國家安全 承擔主要折斷 不需要你美軍介入 如果沒有美軍介入 你要把共軍幹掉的話 你想讓他那個盛況多高 我們都嚇死 對不對 霍利賓 你知道霍利賓 那個有個黃煙檔 對不對 霍利賓出來有個黃煙檔 老共派200條 主機船把他倒你 準備了拿下黃煙檔 那個杜特地總統 我最後說什麼 我對你採取自殺式攻擊 我要保護我的方便 共軍的那個魚轉上 我就退了 講硬話 我沒可以講硬話 講大廚 跟你自殺式攻擊 那你不要 金門有時候還玩這樣的 我們台灣這什麼 這是閩南人性格 太昏迅善良 你知道那個京劇 北京那邊的京劇 好像國劇 去看藝術文化來看地方的性格差異 北京的京劇 是講英雄主義 敲大樓打他 軍打英雄主義 然後呢 前朝遺老跑到那個江浙地區 西區是什麼西區 女農我花錢掠下來 彈下去 然後呢 往南一到福建的地方什麼 高宅西 哭啊哭啊 前朝遺老 敏南的文化是沒落貴族的文化 從北方到華東 最後到華南 然後最後到台灣 所以台灣早期移民的話 沒有安全感 然後寄望強人來領導我們 大家 可能會玩的話 哇這話很高 其實我們都期望一個強人來領導我們 突破我們的混血 開創我們的利益 可是呢 我們很多人沒有 這樣的那個 清楚的認識 就是台灣的國家安全 台灣自己要擔責 然後呢 到時候呢 美國會擠喔 沒有我美軍你台灣去把事情搞定了 那我美軍還有什麼這樣 台灣要這種絕密 就是以色列 小而強 瑞士是全國 中立國 全國界兵 台灣還會掉 勿兵 怎麼中兵制 不是吧 台灣的國防要讓別人不敢來打這個主力 所以我們要下阻別人的軍事爆錢 我們是鼓勵阻力下阻別人的軍事爆 所以呢 那個 有一個人啊 聽說 按錯鈴了 那個熊山會讓他打出去 結果把 那個海上的一條漁船的那個 船長室打穿給我 那個照片一出來以後 你要幫什麼 巡家應單來 給他搶 為什麼 忙忙大海 一個小點 你能夠搜尋得到 而且適合打到那個船長室 靠 這精密度那麼高的 巡家報了 那個 要我們報價的單子就來了 所以我們要經常報價 那個是在港口的時候 按錯鈴 對不對 我們經常說 按錯鈴說 不好意思 美國都可以看錯地圖 誤詐你的大使館 台灣要動不動 你說按錯鈴 你說我們可以打那個 菲律賓的海盜手 不好意思 按錯鈴 誤以為是 來犯的人是什麼 異軍 台灣要搬起自己的國防的主要情況 必要是拆除 讓對方 讓別人去擔心美金會不會接運 應該是美金不用接過 我們對面來 有關軍事跟國家安全的方法 就是我查到這裡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無統一律的話 如果會解釋總統對台的資訊 因為這個問題是這個月的事 這個調整論述 這個橋樑 這個指標計程 英太的指標計程 總是這個月的事 他以前的東西是 舊的思維 舊的論述 就讓他再轉 因為習近平現在忙著鞏固內部 應付內部的反習勢力的挑戰 他要個人維穩 他不是為中共維穩 為政權維穩 他個人要維穩 然後鎮壓 他不是鎮壓他反習勢力 他鎮壓黨內的反習勢力 所以習近平就自身良法 有人擔心說他會不會轉移內部壓力 被台灣冒險對不對 我後來也好 我一直在講 與其打台灣不如打香港 打香港是一條河路 打台灣海峽那麼寬 台灣海峽那麼寬 台灣海峽的寬度超過英雞雞海峽 所以呢 登陸台灣那個規模 超過洛曼蒂正義 中共沒有那個條件 他能做的是什麼 海峰封鎖 包括那個資訊戰 就是那個駭客 探訪你那樣的東西 還有呢 斬首行動 就是做超限戰 回傳統戰爭 因為美國當初 哇 那個要打婚禮兵還是打台灣的時候 美國要領出一個打台灣的那個屁 這是日據時代 結果呢 那個戰略現在被美國的軍事學員拿來說 黃守台灣的時候有一個參考 就是假設第一軍要進攻台灣的話 哪些地方可以登附 就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的話 美國現在賣給我們的東亞特 就是部署特殊的地方 等你來 如果你來的話 我的東亞特殊來把你們那個 登陸的那個裝備看過 或者是人員蓋過來 所以現在黃守台灣 是用當年美國要進攻台灣的時候 這個戰略構想 反過來變成黃守 就是假設 彼軍 從這個地方來進攻台灣 就像美國在戰爭血液裡面的模擬 就是當年美國要封台灣的地方 後來跳過台灣 直接去攻別人島 對不對 主島 戰役的話 跳過台灣主島 為什麼攻互利兵 因為互利兵本來是美國製兵地 後來呢 被日本拿去以後 麥克拉社離開 說 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就是從來 就是最要擋 然後彼軍以後 他才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日軍的飛機 是從台灣起飛的 所以台灣會講 講最英文明言 就是台灣是不成的航空母艦 是這樣 當時那個日本的飛機 從台南起早起飛 軍把飛機跟美軍打 美國才發現 靠 你這裡又沒有日本的航空母艦 怎麼會一直來 對不對 那就是台南起飛 所以他有那句名言 台灣是不成的航空母艦 90年代中期的時候 有一個人當民進黨的黨主席 他叫斯明德 他講一句話 如果台灣是像國民黨說的 事實上不成的航空母艦的話 我們寧可把對上的航空母艦 開放有西南旁邊 沒辦法 那是假設法 英文假設法就是 我希望我像華威特那樣有錢 我沒有錢 假設法就是不成立的情況 所以當然是假設 台灣沒有辦法開走 台灣是美國的國防潛艦 因為美國是海權理論 不是路權理論 我們要用海權理論去思考了解美國 黃守台灣就是黃守美國自己 如果台灣丟了 你知道關於什麼事 為了講這一點 我先講一下前面 美國不讓台灣製造火水武器 在蔣中正跟蔣英國年代 連續兩次法廖 然後呢 中共當然不要台灣永遠有核子武器 不過這兩個人的理由恰好 只剩這樣子 如果台灣永遠有核子武器 有一個國家也要 要到南韓 台灣跟南韓都有核子武器的話 有一個國家也要 日本 美國不可能接送日本永遠有核子武器 對吧 所以制法讓台灣不要永遠有核子武器 但是美國承諾法 提供台灣核子來保護 台灣牽動桃鮮半島 這是為什麼 日本如果是一隻螃蟹的話 那兩隻腳就是朝鮮半島和台灣 美國防守台灣和防守朝鮮半島 是在阻止日本軍國主義部 阻止日本重點軍隊 那為什麼這個重要 蘇聯沒有打到美國領域 那在德國沒有打到美國領域 我一打到美國領域的是軍國主義部 所以對美國國家利益來講 對付看管日本 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為了看管日本必須防守台灣 所以台灣是美國牽制日本的一個重要籌碼 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大陸搞滿 以為美國用台灣來牽制大陸 不是 日本 所以日本強的時候 台灣可能稍微偏中國 中國強的時候 台灣可能偏日本 美國控制台灣就可以控制 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 跟第二大控業府的日本 地表上沒有第二張牌廢棄在台灣 在第一的政治 以色列都做不到 所以美國 我不在臉書上講 美國永遠不 美國肯定出賣過別人 但是不會出賣台灣 美國出賣過什麼 酷的 其實也不是 美國如果真的需要出賣台灣的話 會補償 會補救 因為美國賣掉台灣以後 請問他拿到什麼 中國控制他一萬億 一兆美元 不夠 太少了 台灣的價值是美 台灣只能講的會賣品 OK啦 台灣是會賣 對美國來講台灣太多 後來 我自己講 判例到不串述 日本退役將在華盛頓召開論壇的時候 直接講 美國與日本 必須不惜一切代價 防守台灣 我就講的 最近的事情 不惜一切代價 要防守台灣 台灣一丟以後 日本的國防前線 破一個大破 日本沒得選擇 獨立自主 自主國 充滿充滿充滿 美國不可能接受日本充滿充滿 美國在軍事康管日本 美國在軍事康管歐洲 就是北約 所以 歐洲跟日本最後一定會向美國戰隊 就是靠向美國 中間可能會耍賴一下 小打小打 美國在軍事康管歐洲 美國在軍事康管日本 然後有人說 台灣是美國的棋子 你說 日本和德國都是美國的棋子 英國也是華國 英國也是 英國都是美國的棋子 從柴基爾夫人去打 他跟你外面那個島叫福克蘭 對不對 英國就有找找 就是 還有那小父親打伊朗 說英國當聯軍 英國打千萬 英國現在是自願當美國小兵 然後呢 那個 伊朗的問題的時候 有一艘英國郵輪被伊朗抓起來 對不對 因為英國都當美國小兵 伊朗就把伊朗抓起來 當世界唯一超小的小兵 很多種老闆 謝謝大家